各位同仁,請就座。 現在開第28次的會議,請秘書長宣讀第27次的會議議事錄。 議員先議會第18次,第三次大會第27次會議事錄,時間中華民國105人,5月23日上午9時,地點本會議事錄。 除夕議員黃定爾議員等33人,內席議員,縣中午教育處長文超順,學育管理科長林立林, 資教育資源管理科長王儀惠,多元教育科科長廖樹滿,體育保健科長游勝雄, 特殊及幼兒教育科讀學兼代理科長林毅欣,課程發展科長中文年, 現立體育長廠長賴佩,宇蘭縣家庭教育中心主任林啟,本會秘書長陳茂林等5年, 來賓各8級廣播電的記者,主席陳議長文昌,記錄吳欣珍,主席先告告一報告事項, 以主席報告簽到議員以達華林名書。 二,秘書長先讀第26次回議議事錄,教育處及首屬機關也有執行局達後執行議員, 楊正成議員,黃樹勤議員,江碧維議員,雲湯依衛議員,尹詳德議員,沈德茂議員, 陳福山議員,吳邱琳議員,邱家敬議員,黃毅議員, 達夫人員,文書長超順,由科長盛雄,奈以行長佩雲,其他事項, 其他事項,嘉義處及首屬機關也有執行議員要求辦理提供這四項名錄, 詳如復健,並行武憲政務辦理,三位上午11時57文,以上。 好,各位同仲人,我們議事錄,每日見,每日見,我們準備備查。 好,那我們下午,居市教育處,以及首屬機關的AV, 我們現在請列席爆發台。 好,我們現在邀請陳鴻錫議員,開始質詢。 謝謝,主席,現在處長還是局長? 快要改局長了嘛。 好,各位科長,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對局長跟處長的差別性在哪裡?請處長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好,請當然。 非常感謝我們陳議員對於宜蘭縣政府組織改造的一個議題關心。 簡單回答就好了。 在這裡特別報告,按照我們的地制法的一個規定, 那我們屬於縣政府類的單位,它叫做處。 如果假如是屬於獨立機關的,一級獨立機關的部分,叫做局。 好,請坐。 那整個我們全國地區,全國的話,整個教育局跟教育處,總共有幾個單位,變成局。 你知道嗎? 我先打呼。 非常感謝您的指導。 在省縣自治法的時候,花蓮縣曾經是教育局。 目前來講,以現在的地方制度法,現在除了六都市局以外,目前來講還沒有。 還沒有。好,請坐。那現在花蓮縣現在是局還是處? 呃,現在是處。 好,那為什麼會變成處? 在省縣自治法規定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沒有記錯的話,一個縣市裡面好像只有二至三位的一級主管,可以用機要人員來擔任主管。 但是外面的,就是外面的一級機關,它一定要是事務官。 那當年花蓮縣為了要用台東的那位處長。 所以改成處嘛。 是的。 那你現在是正務職還是事務職? 我現在是正務職。 正務職嘛。 那為什麼回國呢? 是我們宜蘭館教育人才沒有了,才新年再回國嘛。 是不是這樣? 這我不敢講。 我覺得你不錯,你做得不錯。 這我不敢講。 對啊,是教育人才沒有了,才請文大局長回來嘛。 這不敢講。 應該是這樣啦,那我覺得很納悶啦。 那我請教處長,對於體制內跟體制外的教學的互相比較之下,是哪個比較優異? 請說明。 非常感謝我們陳議員對於我們學校裡面所謂的公辦名學校,或者是實驗教育,或者是我們一般學校的一個教育的一個實施的情形。 我,文區長,跟你講話很累耶。 我現在跟你講,體制內跟體制外的教學分別內容,是誰比較優異,是誰比較好,還是更有差別性在哪裡?請說明就好了。 你明天講那麼多,體制內是怎麼樣,體制外是怎麼樣,很簡單的嘛。 因為在我的認知裡面,體制外所包含的範圍太多。 體制外它還包含了非學校形態組織的一個教學。 另外也包含公辦民營。至於體制內,它還包含了所謂的實驗教育。所以它的類別,絕對不是二分法,就能夠全部涵蓋。 當然,您的指教育,我也可以簡單的。 你也說不清楚,我也可以簡單的來說明。 慈興法德五位怎麼現在,他們那麼多家長願意來到這邊,他們來上課,是怎樣?什麼原因? 現在是我們一般的學校,一般體制內的學校,比較不好嘛。 所以沒有人要討論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早上你說了啊。 這個說法不能夠這樣子一概而論。 體制內學校也有辦的非常好的學校。 像我們其他一般的學校, 它的一個維持孩子的基本學歷的一個部分, 是非常優秀的一個部分。 那你現在認為體制內,現在我們宜蘭縣辦的學校, 一般你來說的話,是體制內比較好還是體制外?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你早上跟我說,跟那個阿力議員說, 欸,要是說,我是說出來會得罪很多的。 欸,校長啊,到底得罪了哪裡? 得罪了哪裡? 得罪了哪裡?你跟我說一下好不好? 。 因為他要我去表達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所以我也講得非常坦白的話。 吳塔, 畢後國小的校長。 不是啦, 你說得罪的校長在哪裡啊? 畢後國小校長, 他想要推原住民族教育。 這在我們原住民地區, 在我們原民會, 這都是我們國家的政策。 可是他學校校內有部分的老師反對, 以至於畢後國小的實驗教育胎死腹中。 五塔國小現在也在推要推實驗教育。 可是在前幾次, 前兩個禮拜, 前一兩個禮拜的教育教師會或者是教師公會在辦理的教育論壇裡面, 他們的老師也持著反對的一個意見。 處長, 處長, 請坐啦。 很多事情不是說教師持著反對, 阿力議員既然有提出很多的質疑, 怎麼去照顧原住民, 既然我們學校有, 我們現在整個宜蘭縣有實驗室教育的實施方法。 宜蘭縣有指定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方法。 有這個差別性啊。 那你早上去說的就是說, 我得罪了很多校長, 那就是說你學校辦的不好了。 所以說你自己選自己的選擇。 要怎麼做? 既然學校校長有這個需求, 怎麼, 你要輔導學校跟家長怎麼去全力, 怎麼去變成了實驗小學啊。 你現在也鼓勵一般學校去成立, 現在我們依然現在實驗形態的學校幾處? 幾處? 幾個學校? 非常感謝您。 在105學年度是三所學校, 另外, 在武塔國小或者是其他學校, 可能在106學年度還會有繼續申請。 現在還沒通過? 現在幾個學校? 三校。 哪個三個學校? 大靖國小, 湖山國小, 東澳國小。 好, 那個大靖國小是什麼? 以什麼取勝? 大靖。 簡單嘛。 大靖國小它是以生態教育, 同學教育, 探索教育為主。 湖山呢? 湖山教育它是以雙語教育, 環境教育為主。 東澳國小它是以提升基本學歷為主。 好, 那為什麼會有的校長提出來的計劃以後, 經過我們那個審議委會通過以後, 校長說要轉去轉任到別的學校去當校長, 這到底什麼原因? 應該要這樣子說, 校長只是學校代表, 就是一個學校的代表。 按照我們國民教育法第十條, 學校設校長一人, 對外代, 對內中理校務對外代表學校。 所以, 它在實驗教育的一個計劃上面, 當然是掛它的, 當然是掛它的名字嘛。 對啊。 所以說, 它認為它自己也不行了, 趕快跑離這個單位, 是不是這樣? 這種說法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因為我們實驗教育, 不是啦。 它是學校裡面。 它是學校裡面。 處長, 當初校長提出這個計劃出來, 就是說跟地方民眾學校都溝通得很好, 以後, 那是學校當然的計劃主持人, 不是他掛著名而已, 他本來是想把這個學校治理得怎麼樣, 治理得好啊。 所以說, 他才辦理這個實驗型的計劃, 結果一招通過了以後, 他又落跑了, 沒關係, 我告訴你, 落跑也無所謂啦, 相信也會有人來接這個學校啦。 現在不能這樣說啦, 因為這樣子講的話會變成, 實驗計劃只是校長一個人的, 因為你的說法是, 校長跟地方跟所有的人溝通好了以後, 然後提出來, 我們的一個看法是, 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 他必須要變更學校的課程, 變更學校的執行, 所以他會經過校務會議通過。 你們的實驗教育辦法也有, 我也看到啦, 那如果第十條規定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 不然你們就要去改嘛, 是不是這樣? 你校長要提出計劃出來的時候, 不能說, 我計劃通過馬上我離開這個職位, 對不對? 你說那些人下面的委員, 什麼樣, 要跟你同學打招呼的人, 你頭跑掉了, 我要怎麼做? 你會覺得很奇怪嗎? 現在說, 你的計劃內容, 現在所有各個科試, 大家都說好, 我們朝著這個計劃邁進, 結果說, 我沒辦法做了, 走,拜拜。 你如果這樣, 會腳的人是什麼樣, 現在大家都看, 我再看, 都帶頭到那裡等著你。 沒關係, 這是一個例子啦, 我希望家衛出展, 你要關心這個例子, 福山國小這個例子, 這是我無意間在看到這個, 這則新聞, 我覺得這也很奇怪, 既然你說, 現在我們三個學校, 那我們現在在辦理, 推動公辦民營學校計劃, 及實驗教育方案, 您最主要的是, 要再做什麼? 最主要是, 吸引教育餘餅過來嘛, 到底, 我們的教育餘餅, 你說慈心華德夫, 他現在外來的, 還是我們本地的人, 比例多少? 你有了解嗎? 非常感謝您關心我們的, 公辦民營的一個推動, 公辦民營的一個推動, 最主要的目的, 是在我們, 讓我們宜蘭縣的教育, 更加多元, 所謂的吸引教育移民, 只是在我們推動目的以後, 所達成的一個現象而已, 因此, 如何讓教育更加多元, 而不是只有一元, 我們以往的一個教育, 只有單一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現在, 透過公辦民營以後, 可以讓我們的, 教育多元, 是的, 現在我們宜蘭縣市教育多元, 為什麼, 我說, 你給人家, 我罵你, 我們說實在, 前幾天的報紙, 你說去協調, 那個東三國小, 播出五間教肆, 來給慈興華德福, 喂, 你什麼心態, 兩個不同體制的學校, 你把它容納放在一個學校裡面, 哇, 你的, 學生, 他們都去剃圖, 我們就要在這裡, 坐在學校裡面, 欸, 學生的看法會不一樣啊, 那是, 體制外, 體制外的教學方式, 體制內的教學方式不一樣, 你把兩個體制內的, 把它們融合在一起, 欸, 別人看到, 他們說, 你來看, 他們那個小孩都每天在一起, 啊, 我就每天在這裡玩, 不一樣耶, 人們容許我解釋一下, 我不用你用講啦, 我跟你說啦, 你可以的話, 再找別的地方, 要去怎麼做, 那現在話又說不會來了, 慈興華德福學校, 他們先家長說, 欸, 我們不正班了啊, 我們為什麼要正班, 對吧, 現在到底什麼情形發生了, 你知道嗎, 啊, 你們人家說, 很多的壓力, 民代的代表壓力, 很多人想到慈興華德福來讀書, 結果, 一直塞不進去, 所以說, 你們叫他去正班, 啊, 正班的情形現在這樣, 這麼粗糙, 這麼霸道, 這麼霸道, 你知道嗎, 好好的去規劃, 好好的去做這個, 我們宜蘭縣的整個那個, 實驗型態的教育, 要去怎麼來做, 不是體制外, 體制內, 你都把他撞到作為, 現在是家長的選擇, 不是學生的選擇, 學生跟家長的選擇是說, 欸, 我希望在體制內的學校, 在這邊教育, 我希望在體制外的教育, 對吧, 那是人去選中的而已, 啊, 你會強迫性, 欸, 你都要怎麼樣去怎麼樣, 不要這麼樣啦, 不能把, 我跟你說, 鞋子跟鞋子, 就不會在同個籠子裡面啦, 說這就比較難聽了啦, 對吧, 我希望你要了解一下啦, 請坐, 跟成員報告, 我們所有國中其實,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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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長, 很多想法是, 很簡單的, 教育, 是百年大計啦, 不是選你所想的, 啊, 清清拆拆, 對整個教育形態, 我希望說, 我們教育處, 欸, 教育局, 欸, 不是, 教育處這邊, 再用心一點點啦, 啊, 你現在是說, 岳明國小, 現在, 時間性國小, 岳明國小要廢校了嗎? 岳明國小, 在今年8月1號, 成為我們縣裡面, 第三所公辦民營學校, 岳明國小要廢校嘛, 你現在就委託私人辦理了嘛, 按照我們國家的,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委託私人辦理條例, 它依然是公立學校, 所以它沒有廢校的問題, 它是公辦民營, 跟辭新華德府是一樣的, 是的, 它是委託私人, 或是委託哪個單位, 是的, 私人, 它是委託私人, 按照我們的中央的一個法律, 公辦民營學校, 都是屬於公立學校, 那為什麼不是實驗學校呢, 為什麼不做這樣的形態呢, 當初為什麼不要, 沒關係啦, 我告訴你, 現在既然是委託, 委託辦理一定是很好的, 委託辦理一定是比較好的, 不然你們會去準備啦, 可是呢, 真正, 幾年給他們的時間, 阿老爺, 現在清水國小現在怎麼樣, 我們費下了, 現在租給誰, 清水國小現在在幹嘛, 清水國小目前來講, 我們是提供給一個非學校形態的一個組織, 在那邊進行, 對於, 實驗教育, 這個所謂的, 自學方案, 自學方案的一個團體, 在那邊辦學, 自學方案, 是的, 那你為什麼不輔導他, 誒, 委託他們去辦理啊, 選了嗎, 因為很多方案是不同的一個選擇, 我知道啦, 阿大學要現在, 請我們整個去租給他, 或是, 無償, 我們現在是無償, 無償, 是的, 要不要經過議會同意, 這個部分是, 我們的非學校形態, 教育條例上面有特別規定, 政府對於自學團體者, 把相關的法案給我, 法令給我, 叫你說, 你如果可以要經過議會同意嘛, 你說那非自行形態, 大家要去找很多學校啊, 大家都可以啊, 不然你就請這樣, 實驗型的小學嘛, 叫他公敗民營啊, 叫他們提出計畫出來, 就學校直接給他們去做吧, 用公敗民營的方式也可以啊, 對不對, 你說西營外面移民過來啊, 也可以啊, 好啦, 市長我如果不跟你討論這麼多啦, 我覺得你如果要學你沒多啦, 對不對, 別人可以這樣做, 那對於明年的全運會計畫, 你, 出來了沒有, 金牌計畫有幾樣? 來, 呃, 在這邊, 對於明年的全國運動會的一個計畫, 呃, 我們只能這樣子講, 我們盡全力的來培訓選手, 好, 現在有幾樣, 金牌計畫, 你預估可以多少拿金銀筒, 預計幾面? 預計啦, 你的現在的目標裡面, 應該我們體健科這邊都會有這個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哪個單向比較好啊, 譬如國術啦, 田徑啦, 或是什麼啊, 人早上說那個羽球啊, 還是我們鐵人三項啊, 那還有什麼, 游泳啊, 跑步啊, 還有什麼, 呃, 我們明年的成績絕對會比去年好, 對, 我知道啦, 當然我們主辦地啊, 不好的話怎麼辦, 你金牌項目, 金牌計畫啊, 都有了啊, 會後的時候啊, 在憲政總執行的時, 你把你的金牌計畫提出來啦, 好的, 謝謝, 你現在還不知道你的金牌在哪裡, 他們的主委站在這裡, 你怎麼樣? 我們已經在, 這個所謂的統整我們相關的一個部分, 金牌計畫應該要實施方案, 那現在還船, 很多的船隻什麼, 都不知道, 啊, 是不是說, 趕快給漁波, 給這個學校經費, 給他們去賣賣, 賣船隻啊, 好不好, 啊, 不然今天要拿這個賭牌, 好的啦, 你不用說了啦, 那我們學校安全, 廊道這個整個整治規劃, 為什麼, 那個行政效率那麼差呢? 齁, 是不是在會後, 總共我們那個, 建構那個, 學校安全廊道這個啊, 那宜蘭縣總共有二十四所, 學校, 申請而已, 總共一百多所, 那為什麼那麼多的學校不來申請, 好, 列入紀錄, 啊, 感謝陳鋒喜議員, 繼續我們, 邀請, 黃定和議員, 好, 謝謝主席, 文處長, 運動公園, 早上, 白天, 或是晚上, 都很多人去運動, 有想要把那個地方, 來把環境建立比較好嗎? 好,請回答, 有沒有想, 想要做好, 還是想不做好? 呃, 主席, 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 非常感謝我們黃定和議員, 關心我們宜蘭運動公園的一個環境, 那, 在您兩個選項裡面, 我們百分之百是選擇, 一定要把它做好, 好, 我們現在當然也有在維護, 好, 你看這一張, 表面隨當當, 叩地拍一張, 宜蘭運動公園的後面, 舞台旁邊, 你看, 每天這樣, 去去摸摸, 塞車不會輸, 不會輸到樓梅, 他們如果在那裡走, 如果落後的時候, 腳跟選擇地, 要跳來跳去, 跳漫步, 你有想要做好嗎? 根本就沒有照片為證, 那個,我能不能請我們的廠長過去, 廠長沒有用, 麻煩您提供一下, 我們會盡快地來處理, 本席跟他反應兩次了, 本席跟他反應兩次了, 歡迎後果百祖, 您真是幸福宜蘭, 標明隨當當, 叩地拍一張, 實在很抱歉, 因為我看不到那個東西, 能不能讓我看一下, 依然是運動公園, 你們在維護會用, 有去維護嗎? 有沒有專人維護? 有沒有專人維護? 好,一定有專人維護嘛, 那天高的, 那天堂的, 我們都問是怎麼沒有? 有維護就是宜蘭公園, 沒有維護就像夢阿寶, 照片為證, 南秋場旁邊, 特寫, 炒話發展的, 又因爲一堆一堆, 有夠生夢阿寶的, 這麼好的環境, 讓你們這樣子管理, 你們怎麼管理的? 還在那邊大眼不慘, 你們是交易的最高, 宜蘭縣的最高指導者, 既然自己都做不好, 要不要再看這份照片? 希望您都能夠提供, 謝謝! 你看來會覺得, 宜蘭縣政府非常看臉, 華德武學校是公立學校, 或是私立學校, 是公立學校, 是公立學校, 華德武學校, 公立的, 是的, 公辦明理還是私人的? 公立的, 私人辦理的, 公立的, 公立的, 它的屬性是公立的, 好, 那它依據什麼? 什麼公立的? 依據什麼條例? 華德武學校, 目前來講, 它適用兩個部分, 依據什麼條例? 它適用兩個部分, 依據什麼條例? 它適用兩個部分, 依然現屬各局學校委託, 或是人辦理, 知識條例, 是不是? 這是其中一項。 好, 那它依法向縣政府申請, 要通, 要經過哪一個委員會通過? 教育審議委員會, 對不對? 好, 那教育審議委員會, 它的功能, 就是說, 你不管要征班, 或是要減班, 或是要減班, 或是要其他的項目, 都要經過教育, 教育教審會來做決定, 對不對? 不對, 為什麼不對? 因為, 教育審議委員會, 只是審議它, 這個, 是否, 這所學校是否委託出去而已, 其他的部分是屬於我們行政單位的選擇, 根據指教育第八條第二項, 前項發展計畫, 不管, 他要在招生計畫, 含開辦年級, 招生班數, 招生對象, 招生程序, 都要經過審議委員會, 那為什麼不對? 那個是最初的一個申請計畫的審議, 這些內容都會在提出計畫的過程當中, 由審議委員會審議, 至於, 審議通過以後, 將來的東西都是屬於行政權, 華德武學校, 這一次的征班, 有沒有經過審議委員會通過? 因為他不需要經過審議委員會, 好, 那我們的落差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會後, 我們再去找資料, 下一次, 下一次, 我們再談這個問題, 謝謝, 把所有的資料, 拿給本席, 是的,謝謝, 遇到抗爭, 縣政府就低頭, 為什麼低頭? 文促長, 你在電視面上, 也呼籲, 國小要借教室, 是屬於縣政府的財產, 請相關單位尊重縣政府的決定, 隔第二天, 馬上軟趴趴, 為什麼? 抗爭力量太大, 馬上教室不借了, 對不對? 這個東西要稍微說明一下, 現在教室有沒有借? 要不要借? 現在教室基於東山, 要不要借就好了, 這個很多東西不是要不要借就可以, 我要一個答案, 你們現在要不要再借? 你的答案後面有因素嘛, 因素要講出來, 因素以後再談, 因為我20分鐘沒有時間, 那個因素一定要講出來, 沒有借對不對? 現在不要借了嘛, 宜蘭縣政府是考量東山國小, 目前除了有東山國小, 東山鄉公所, 未來如果假如有, 持今華德福進來的話, 現在要不要做就好了啦, 要不要借啦, 沒有借啦, 因為我們考量假如有三個單位在裡面的話, 會造成這個所謂的校區裡面過於複雜, 所以我們才沒有借, 好, 結論就是沒有借啦, 105年度為竹林, 支付優異兒童提早入學鑑定, 宜蘭縣政府搞黑箱作業, 為什麼搞黑箱作業? 你們在遭受的簡章, 第四個, 施行方式辦理原則的第四項, 成績家長不得要求提供, 學生家長他要求自己的孩子送去做鑑定, 自己的孩子的成績不能看, 黑箱作業, 然後, 評量好了以後, 你們又在簡章裡面寫, 評量結果複查, 複查程序須由本線, 評鑑委員會執行, 家長不得要求親自翻略閱見, 你們就是太上謊了, 家長要去閱見他自己小孩子的, 怎麼不行? 非常多的考試都可以去閱見, 可以去複查, 不是複查別人的, 是複查他自己小孩子的, 怎麼會不行? 明年度教授簡章要不要修改? 非常感謝黃議員對於我們提早入學的這個部分的感性, 我們現在不談理念了, 理念我也很清楚啦, 我现在说这个这样子规定合不合理 有没有修改的空间 这样就好了 第一件事情 我要回答的部分 你不回答那请坐 我要回答的部分是 第一个 宜兰县政府绝对没有黑箱 第二件事情 我们明年应该是去调整的一件事情是 该告诉孩子 他的PR值或者是他的一个相关的东西 我们应该告诉他 这部分我们会调整 不要说到错 知错能改三莫大焉 那知道怎么样去改进 那就三莫大焉 非常感谢你们 能够听进去民意 能够听进去老百姓的声音 我们蔡总统也讲了 政府的存在就是解决问题 这么简单四个字而已 一两国中保尔比赛 连五霸 教育处有没有很高兴 全国冠军 有没有很高兴 联系五年 有没有很高兴 处长 非常感谢 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与学校虞有荣焉 虞有荣焉 好请坐 但是小孩子快乐不起来 为什么 他们从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训练出来的 辛酸血泪 为了就是要拼到 刚才虞有荣焉 冠军 全国冠军 但是 宜蘭县政府 竟然他们采集的成绩 可以加1点 总成绩 加1.5分 他们破灭了 为什么破灭 过去 都在100 控制你以前 都在5月 你们才采集计算成绩 今年你们四月三十 就在截止 采集计算成绩 你们是在搞什么 辛苦一辈子的 继续累积出来的成绩结果 就是要呈现在这个地方 你断送他们 升学这个机会 这样子合情合理吗 跟你们反应 你们说这是 全线性的一个问题 我知道是全线性的问题 考量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小孩子 都是我们的小孩子 都应当考量 哪里要牺牲一部分的小孩子 成全一大部分的小孩子 这样也不对 你们的考量是什么 哪里有一种 一有中原 断送小朋友的升学机会 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 黄定和议员 对于我们 亦南国中拔河队的一个 发出这么大的一个正义之声 在这里 你没有道理 当然要画出正义之声 在这里我必须还是要这样子讲 因为我们在5月17号 我们开会的时候 我的时间有限 我们在5月17号 我们很简洁地讲 有没有加分1.5 有没有计算在这里面 这些小朋友 依照去年8月31号的规定 依照去年8月31号 颁布的今年的一个要点 只有计算到今年的4月30号 那他们5月比赛 所以我要讲一下 就是1.5没有计算在里面 所以我才要讲一下过程 我跟你说 办理全国各级学校比赛 法和 教育部体育署 为了避开全中英会等重大的赛事 然后他们就会去避开 考量各先市采集成绩 以教育会考时间5月中旬 才最后的期限 中央都会想到 宜然县政府不会想到 偏偏就要牺牲 这么优秀 这么优良的学生们 他们努力的成果 所得到的分数 就要牺牲他们 回去好好面壁事过 今年没有办法回转 剩这些小朋友 不可以说他们派文了 没有怎么说 那明年会不会重大覆车 非常感谢您关心 我们已经决定以县政府的立场行文请中央调整他比赛时间在4月份办 这个是你们的决定 采集计算分数 不要怪中央了 现在完成执政了 不要再乱怪了 一间承担责任 我也很想承担 但是这个赛事还是中央在办 如果假如有交给我办的话 我一定在三四月甚至在寒假我就办完毕了 本习提醒你们 每一个学生都是我们国家的宝 每一个权力都要一一的落实 确保他们的一个权力 假如有类似的状况 本习节目宽带了 请坐 国语文竞赛 本来都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来举办比赛 那为什么今年又改了 跟我刚才讲的保有比赛一样又改了 改成暑假 来比赛 那属在比赛 学生或是学生家长 整个暑假又没了 比赛不是说我今天来比赛就好了 他准备很漫长的时间 教育处说 上路很多 所以挪到 暑假来比赛 我这边要请教育处提供资料 学校的竞赛项目有几种全部列出来给本习 他们比赛项目的时间点落在哪里 一并写得清楚一点 自由参加国语文竞赛的学生 有没有老师去做专门指导 因为过去有做专门指导 现在有没有请说明清楚 第三个 100年到104年 国语文竞赛 全国成绩 全国成绩 我们有去比赛 有表现结出的一份给本习 总共三个资料 请列入记录 主席请列入记录 你们这个非常不合理 过去在学校 有学校老师 他们去训练 然后先比赛 比赛好又挑比较精英的 到宜蘭市 然后到宜蘭县 做一个比赛 你现在才自由参加 怎么样的自由参加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报名 你们说得到很轻松了 在这边 您获得的讯息 是不对的讯息 你才不对 事实上就是暑假 我基于政策 必须要去维护我的政策 容许我能够说明一下 你说明 你说明 我们还有40分钟 我下次还有40分钟 再来说明 好不好 我们跟县长一起来 讨论这个问题 你请坐 我们有委托阿宝基金会 他们做宜蘭丸 有没有 送给那个教师姐 有没有 我们要保障身心障碍 他们的一个生活机能 跟他们订了宜蘭丸 做一个碗很辛苦的 这样购一购一购 一天有得做一个 有得做二十个这样而已 一天有得做一个 十块一十五块这样而已 但是就是要提供 他们的就业机会 跟就业能力嘛 那是很好啊 你们的意义都很好啊 但是呢 你们是怎么打客户的 八千月 老师傅八千几月 你们肯定八千月 结果 你们买和人结成的时候 时做时销 就是都做五千几月来领领 存在三千几月 你叫他们库存了 你叫他们要拿出去 完全不负责任 这个应当 你跟他打企业 八千多个 全部买断 买到我们教育处 教育处你要发五千月 要发八千月 那都是你教育处的事情啦 你也大概一般的厂商 可以这么做 一般的厂商 我们时做时销 因为他们库存没有压力嘛 他们可以挪到 别的地方去卖嘛 但是 这个是弱势团体呀 你们的豪意变成话意呀 非常感谢黄议员的一个部分 后来 你们也有改邪归正啦 不是邪的邪啦 请邪的邪啦 改邪归正啦 为什么 你们去拜托其他的团体 来帮他们买三千多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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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不要再讲齁 谢谢黄定和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存孝人员 主席 各位议员同仁 教育处长 还有各位议员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午安 我想请教处长 前上个礼拜 原住民立委有邀请 然后高中 还有来一高中 台东的兰语高中 他们到教育部 就是到立委委那个教育部里面开会 说要把兰语高中 或是兰语高中 跟兰语高中 这三个学校改成国立 你认为可行不可行 好 请答 非常感谢我们陈议员 关心我们兰语高中的部分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绝对认同这个看法 把兰语高中改为国立 会让我们兰语高中 获得更多的资源 他只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对我们原住民的学生 百分之百有帮助 站在这个立场上面来讲 我是百分之百支持这种做法 只是有没有可能做成 这要看我们原民会跟教育部的一个决策的决心 我们期盼这件事情能够完成 能够让我们的原住民子弟受到更好的照顾 好谢谢 其实我也蛮赞同 因为国立 因为县政府不用出钱 都是教育部出钱 当然你会赞同 我相信你一定会赞同 当然 这个要改国立 还需要我们县里面要去推动 你没有再推动的话 教育部 原民会 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你们教育出先中 不愿意 还是愿意 变成先例高中 就是要我们先中后面来推 是不是 好 第二个问题 现在开始林选校长 现在大同南缺了两个校长 缺了两个校长 因为原住民的校长都没有 然后林选都没办法 都没有人可以参加真选 所以汉人可以参加林选 你知道最近 从去年开始 刚才前面的议员也提过 说大家都真的面红而痴 头破血流 像这种问题 我记得在陈登钦当处长的时候 我就建议说 真选校长原住民能够保障 保障就是你不管三个机卡 一个机卡都能够把它列进去 但是大概我们原住民考试不到会考 考来考去分数都达不到 所以最近三年都没有 其实考试不一定决定他一生 考上校长不一定是好校长 考不上校长不一定是好校长 考不上不一定是不好的校长 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处长 所以我还是本席 还是要建议 原住民主任的 去考校长能够 这个保障的名后 他不管是他一个去考 或是两个去考 或是三个去考 反正你就把它录起 让他以后除备 这个原住民的校长 不要像现在这个场面 我看大家真的面红而赤 有时候拜托一言 拜托谁 我都不晓得要怎么处理 我出面也不行 不出面也不行 我干脆就躲到山上去了 所以这个办法 我是林前向除备下导 你处长你的看法如何 好 处长就耽误 是不是能够给他们优先加分 这个我们在整个制度上面 在统一来思考 看看如何解决了 好不好 因为按照现在的制度上面来看 就是说 我们原住民的一个老师们 主任他在他考试的过程当中 要达到我们的平均分数 那这个部分 对 很少达到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就说 因为你们已经有设定 就是保障原住民能够进考 然后设定的时候 不管是三个还是五个 你一定要 你比如说今年要入习一个 你就设定一定 他有没有达到那个成绩 因为表示他是最高的成绩 你还是给他入习 我让他就是能够在原住民的机会 原住民的学校 有学校可以去专选 不要到目前到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为我汉人的这个校长 真的 很 怎么讲 教区也不对 怎么说也不对 他们好像 这个 私底下 勾心都讲得很厉害 你应该 处长应该晓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在 除今校长的时候 你就决定一个 是原住民一个保障民 这样 我们开 我们特别对于 所谓的在办理校长 您选的时候 针对我们的 争选检章 我们统一地来考量 把您的意见一定纳进来 充分地讨论 因为在别的县城上 苗栗县 台东县 花园县 都有这样的 都有保障移民 可以让他们上去 我希望处长 能够也考虑到 这个事情 我们全面讨论了 好不好 请坐 刚才提到 这个实验交易 刚才处长也讲很多了 不管是庇护国小 五塔国小 为什么老师反对 为什么家长反对 它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们把这个教育 当成实验教育 把学生当白老鼠 把老师也当成白老鼠 把家长也当成白老鼠 所以他不愿意做 是不是你改个名词 要怎么做 比如说现在你 五塔国小要粉临教学 粉临教学也很好 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实验 粉临实验 你就好像实验 万一做不好 你还要做实验什么 其实真正来讲 原著名的学生 什么都要的不多 只要基本的能力 学生基本的能力 不管是原著名学生 汉人的学生都一样 基本能力 读写算都要会 你读写算都不会 你就其他的什么教育 在家庭期也没有用 你读写算不会 他出去连车票买多少钱 他也不会 讲话也不会 那基本能力都没有 那你还是什么 实验交易 我看到报纸里面 五塔国小 九月要实施吗 是不是要九月要实施 明年的九月 实施的方向 或是要怎么做计划 是不是在这个现场执行前 弄一个计划给我 在这边特别的报告一下 他们学校六月八号 才要开校务会议 那相关的实施计划 校长已经在拟定 在跟学校校内同仁沟通 那五塔国小的会长 他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他也随时在跟校长在讨论 所以一定要经由他们学校内部 先完成他们的一个意见以后 我们才拿得到最后的版本 那目前来讲 我们拿不到最后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什么时候可以做好 你应该有一个旗程给他们 我们是请他们在七月三十一号 以前要报到我们县政府来 七月三十一号 应该他六月底 应该就有计划已经弄好了 他六月八号开完 六月八号开完校务会议以后 那个版本多讲还有意见 再修一下 应该就OK了 因为当初你要做这个实验教育 请做 实验教育 你处长 处里面 局里面 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你只是跟我讲说 下一次碰到你 我好好跟你讲 下一次碰到你好好跟你讲 讲的时候 要讲的时候 已经是要造成说 混人交血 实验教育 对我们这个议员 好像没有看在眼里 没有看在眼里 我希望 不管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把计划弄好 或者修正以后 我本期希望处里面 也把一份计划给我 这样可以不 好 列入记录 好 列入记录 刚才我讲过 不管教育 基础教育 最重要 读血算 我希望 不要为了这个粉龄交血 读血算都忽略掉了 初党 不要忽略 最重要还是读血算要会 再来 我要请教 初党 今年是不是要招聘老师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可疑 非常感谢我们成员 关心我们的所谓的 今年要进行所谓的 国民小学老师招聘的一个部分 我们预计在七月十二日 今年准备招考十位的一般教师 国民小学一般教师 原住民学校的部分 因为目前来讲 南三国小有申请一位缺额出来 那我们会统一的一个来 我本席建议 请做 我希望 南三自己办理自行的真事 由当地的 就是原住民去参加征写 录取专长特色的教师 配合他们南三国小 不管是南三国小 或者是其他学校 看看这个行得通 是行不通 初党 最起码要保障原住民 我刚才讲过 校长你都不保障 闹得现在校长都好像 支离破碎 我们在现有的一个规划上面 就是去年当然议员们都有指导我们 就讲说希望就是原住民学校里面 原住民级的老师们能够多增加 那我们也参考其他县市的一个做法 我们在比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加分 我们会加分 那因为统一由县政府来办理的话 学校可以减少很多困扰 否则的话单单以一个六班的学校 他要办理一个真选 教师真逝的话 他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统一来办理的话 我们会针对原住民级来报名的 一般的报名者 我们都会给他加分 所以他不见得一定都 都会输给其他人 不过一定要保障 好不好 好 请坐 再来我谈到 最近地震频传 还有友善校园的变职 还有最近前一个月 有一个国中女生在抽烟 自拍 像这种校园的这个安全 你认为处长需要不需要再努力改善 就是地震方面 地震 我看到很多学校都没有演练 有的教室都是四到五楼 他要爬到下面 已经震完了 跟陈议员报告一下 这一次5.8的一个地震 这个全国的一个电视媒体 都是报道我们宜兰县的学生 就在演习操作 带着一个防灾头套 真的是全国各县市都瞩目这件事情 甚至于有很多县市找我们来 那个这已经地震完了才下来的 我说在当中的时候 你应该教学生 第一个要做什么 有 这个我们每学期其实都有在训练这部分 您的指导 我们会再次的提醒学校里面来处理 一定要做 那另外有关于学校里面的监视器的部分 在去年是我们分配了150万 到给学校里面去改善我们监视器 今年暑假我们会有800万 所以已经比去年要多出 差不多五倍的一个经费出来 来协助学校改善我们的相关的监视器 那监视器的一个改善 还要结合我们的警政的一个系统 来进行改善 这部分我们相信一定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抽烟吸毒 你要怎么做 抽烟吸毒的这部分 我们会透过我们学校里面 就是春徽专案的一个部分 这一次 这个国中女生 这个用在厕所里面用所谓的 自拍的 而且现场直播的这个部分 我们觉得也非常抱歉的一件事情 这部分是我们在都处学校的过程当中 比较没有注意到的部分 我们这次会加强在阻导 训导方面还要加强 对 这次我们有新闻出来 以后我们就下公文请学校 无论如何一定要加强 请坐 刚才黄熙一言也提到 很多学校的提议成绩都不错 你们有没有即时的奖励 即时的鼓励 体育成绩的一个非常好的部分 像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部分 我们是奖励金已经在签办了 另外除了体育以外 我们还有所谓的舞蹈 或者是音乐比赛的部分 我们的奖励金都已经在签办 音乐舞蹈已经播出去了 这个部分我们都是在积极地 在做这件事情 有关于教职员的部分 教师的部分 学校都会立即奖励 校长的部分我们会抱来 我们就很快就给予奖励了 老师跟校长没有关系 学生最重要 是的 即使奖励对学生是最有帮助了 是的 最近洪来国校的拔河 南澳国校的篮球 冬奥国校的射箭 还有刚才讲的宜然国中的拔河 都应该及时奖励 是的 请坐 记得 我们上一次第一组去防射很多学校 我只要看到好像教西国小 最后他有寄给每一个我们第一组的一员 他要检讨什么什么都有 其他学校好像都没有 这个是哪一刻在办 其他学校 只有教西国小有 那时候我们的副理长也有去 但是只有教西国小他把缺点改善了 都弄出来 其他学校好像都没有 好像不了了之 这个还要追踪 好不好 在定期会结束以后 把那个资料给本席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了 处长 刚才我讲的读学算 其实 尤其是偏议小学 这个阅读要尽量加强 不是以前什么 阅光天使 现在没有了吗 阅光天使这个活动没有吗 阅光天使跟阅读 它是不同的东西 我知道 阅光天使现在还有 你阅光天使你可以做阅读 也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阅光天使 我今天一早才盖过经费 今天要播经费了 多鼓励学生阅读 多鼓励阅读 早上 好 感谢成效人员 接下来我们邀请吴王某员 大卫子席副议长 文处长 各位科长 各位同姐大家好 文处长 刚才我们成效人议员有谈到 学校我们第一小组的成员去参观学校 参观好很多的学校 除了教育国小有正式含护他们应该改善的相关问题 都有承送来给议会的各位第一小组召集的那些议员去参观的议员 这表示这个校长对这个学校有用心有负责 所以说肯定外交际国小 其他的学校没有做出来 我希望教育处委员是应该以后类似这种情形 应该每一个学校经过议员去看过以后认为哪些缺失也应该尊重议会 去看的结果应该要含护他们改善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教育处要通议啦最主要通议啦我是希望教育处 可以好像学校各自的主张不一样 应该在处长的领导之下要统议啦 我说通议就同样了 还有一个点 我告诉教育处要把校长教得好 很多校长学校要到议会来申请补助 他连最基本的补助什么东西他都还是有的搞不懂啦 这个应该在这一方面教育处 教育处应该教导校长如果向议员征集某些机会来补助学校 哪些项目是可以哪些项目是不可以 要让他们认清楚啦 不然家庭扯来就拿不去就怪你议员再来 这样不好 这是什么 这是标示你们教育处 希望你们教育处就是什么 教育处有时间一会儿来讲一下 议员本身资本们都有很多的钱 可以协制我们教育处来做处理工作 你这个工作不跟校长说好 他们也不知道来找议员的投资 投资就是什么 你要拿到议员也是会下的 项目来拿 不然拿到钱 不知道有效果 你拿来 他都等他两三次 他就说我不要签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我说学校每一个校长也要认知说 现在政府现在所推行的 相关的机会 如何的应用 如何的什么 什么可以用 什么不可以用 要搞清楚 不能说学校跟我们教育处都脱节了 这样不好 再调一个 再来就是说 有关于校园的安全问题 你看到最近的 穷主不穷出了很多社会问题 学生入侵校园伤害 有人入侵校园伤害学生的问题 校园周边的安全问题 这应该要加以重数来 因为社会的变化很大 很多可疑的分子 有精神出状况的问题的人很多 无故杀人 造成我们学统的受害 这是很严重的 所以说在这方面 不知道我们教育处 对每一个学校的要求是怎么样 学校周边的维护 维护学校园的安全 有这如何的防范吧 有没有 首长你讲一下好不好 好 首长请打扰 非常感谢我们吴议员 对于我们校园安全的一个重视 那有关于学校的一个校园安全部分 我们一般来讲 因为我们宜兰县是属于 无围墙或者是低矮围墙的一个校园 那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都配置了相关的一个监视器 那在监视器的一个配置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年核定给学校150万的一个经费 让学校能够修缮监视器 那今年我们一共有800万的一个经费 那在暑假期间 学校会结合警政系统的一个协助规划 那来进行我们的一个监视器的一个设定 那当然我们也为了要让学校的校园开放 能够更有规矩可以遵循 所以我们请学校也制定这个所谓的校园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办法 那作为这个大家使用校园里面可以共同遵循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也特别的要跟议员们报告的一部分就是 我们校园里面那个安全与否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学校教职员与学生 是否真正的注意到有陌生人进到我们校园里面来 那我们去年也特别商请了相关人员 我们拍了一个专辑叫做暗号这个专辑 那特别的让我们学校知道如何去防范陌生人进到我们学校里面 我们应有的作为 那这个影片我们都已经发给每一所学校 甚至于发到全国各校去 那我们提供学校里面对于校园安全的一个维护 有更周延的一个做法 那以上的一个报告谢谢 处长啊你刚才讲的是很好了 但是就是要落实 如果这个维护学校的安全的没有落实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 就是要落实加强来做防范教育工作 让学生知道如何向人地事可遗的东西向学校来反应 即使向警方来反应 这个安全的维护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教育对学生的教育 让他们知道周边的环境 如果有什么变化 马上要报告老师 让老师直接来反应 向警方来反应 整个学校的安全才有受到保障 这是相当的重要的 过来我再提出再请教校长 现在我们校舍有超理 大概有哪些学校 感谢我们吴议员对于我们老旧校舍的一个关心 如何按照我们的主机总处的一个所谓的财产分 那个分类管理的那个部分 一般来讲我们只要是加强所谓的RC的这个部分 一般使用年限是50年 处长时间是有限的 我说你简短的时候 大概有几个学校 有哪些学校要超你 比较危险的 应该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把它改善完成的 你简单报告最好 不要讲很多很多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好的 我们在那个所谓的 安全系数鉴定的里面 我们一共有31栋 那这31栋 我们会在105年106年 来进行一个所谓的那个补墙的一个工程 那这部分其实每年都在做 那你就要加强了 现在如果没有经费不足 没有办法立即做整个整建 那你就在安全性的结构上 要加强来做鉴定 那如果你有立即危险就要赶快 是的 要测试还是怎么样 这是 这是才有办法 才有有效的来改善 不然这样不行 好 接下来我再请教 现在食安 风暴已经过去了 好像好像对我们食安的问题 都没有那么的积极 不知道我们学校对营养午餐的 直接所有的厨房 包括他的后务员来评 也没有做严格的弃查 感谢您的一个指导 首先先跟您报告的部分就是 我们关于学校的一个 所使用的这个所谓的物品里面 特别是蔬菜的部分 我们都有立即做所谓的农药的一个筛检 那这个是进到这个所谓的学校 你们去之前 就一定会先做这个这个关卡 对于农药的筛检这部分都有 那至于所谓的对于 公餐的这个业者 还有我们的厨房的一个例行的一个督导 我们每学期最早最少会结合卫生单位 共同去督导最少有一次以上的部分 那另外也跟您报告 我这个学期已经到 市所学校去用过午餐 去了解他们学校午餐的状况 我讲提出这个问题 食安已经过去了 大家都不是在关注食安的问题 但是在食安是学生的营养午餐当中 相当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加强来去查 包括上游的厂商 所提供的这些相关的食材 都我们应该要列管 都不能让它有有有有机可乘 青菜混水摸也就混进来了 看你的这个检查报告当中 里面也含有什么 检查当中有这些包括这 蔬菜的荣耀残毒 15件的食品添加物 还包括含乙型受体素 这个摄理室是不是跟瘦肉菌有相关的 相同的 那好像不是瘦肉菌的部分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 我回去了解一下 所以说像类似不应该有的东西 你要好好去列管 一定要要求产生 这个不许可的东西 绝对不能进入学校 那当然不能进到学校的厨房来煮个学生车 所以在教育这方面也应该要加强 当然包括卫生器 它也是加强食品的产业 这个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这个也请你重视 给小孩一个安全卫生的营养午餐 给他做健康 有健康的身体 不足够好好地吃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这样 请你坐下 再来一个就是说 毒品 毒品入侵校园 到底我们校园里面 有多少学生受到毒品的危害 在整个宜蘭县大概有多少年数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毒品危害学生的问题 也是要对学生来加强灌输他们 毒品危害身体 会造成人的影响 健康的影响是怎么样 也要加强来教育 让他们知道 然后这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 学校到底有没有黑帮入侵 那我们希望说 教育室你可做一个 了解一下 比如说哪有被 入侵了 甚至是霸凌的 也没有这种现象 如果有这种现象 应该要加强 来防范 防范 刚才贬习所提到说 社会有毒品 进入学校的学生联系 你用试验资料 含护贬习 再来最后一点就是说 苏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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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人的占是为说 学校用地 每年县政府都有 编的金额来征收 征收的成果是怎么样 我现在不知道 在你以前当处长的时候 就是说 每年编的三千万 从我们 私人的土地 开始来征收回来 到底这个成效好不好 那你看看 那么多学校 现在都有 面积没有用那么大 是不是可以解编 上次也给你提过 我也希望说 在这一个方面 也是用试验资料 来含护贬习 请教育主 努力一下 我会支持你 好来 接下来我们张秋名议员 要借用时间 张秋名议员 谢谢吴议员 大家主席 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来 请教 这是哪一科 刚才说到 第一小座去学校去寻 那时候 有些问题 社会员的问题 那是哪一科 会的科长 好来 科长 去看后 你有做什么作业 跟议员报告 我们有请学校进行改善 那我们也把 普遍的缺失 我们也正式行文 给我们县内所有的学校 请学校要加强整个 学校的管理 国长 你不要称赞给我们 你把它想看看 这 那个 九 九年 九年七月 二九的行程 八月七八 八八座的定料的书记乐 到九月二九的定料的杜权 都对其他关 一些东西出来很大 当然好好的去董寺 我们去看的第一次是十月十八 就是红台 在杜权过了 三个八月后 去南部那两天 看起来 你也都在那里 你有水行文 有那些人说 你这要称 我看你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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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到三月十六 三月十六去 我走去看 大家的国秀 和他们的国庄 看起来 我看 结果呢 休闲 那已经过多久了 那已经过 两个月了 那两个月都无动于衷 那要你交易住 那些人 那些人普遍的问题 会影响是什么 影响是学童的健康 会影响是学童的安全 你看 里面那些本数 这么多 水都在那里 九个有可能 十年没清 你们都没去管理吗 你们里面 你的科学里面有多少人 科里面有九个人 九个人都不用出在外面 对吗 科学你不能这样 以为公主 我都给你应付就好了 不能这样做 那这样要你活用 要你的科学活用 这一年重要的事情 你看看 三个外国 我刚才说一句话 反思 外国和担心都不穿 自顶部 风帯和担心都不穿 因为没有人没有人 没有人没有人 減少就有了嘛 对吧 一些东西 拼到这样 整堆 那些东西 都连做也没做 这样很好 尤其现在 丁哥热 他在大里面 现在已经走过来 东南国家 当然 宜蘭也不可能 说 可以闪过 我也愿望他 可以平安保守 但是 我们要记得 灯壳这个房子 不是跟卫生缴 来 不是卫生缴 来担 担担担担 就好了 你最后不清 你多担 三天就发作来 你是多担 你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去处理 对吧 我看那些 担担担担担 也没有人去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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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葬 到那些东西 我怎么理 你又有个样子 我看你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本事跟你说 那些次 对吧 我不知道你说 你穿到国秀 你等会怎么办 你又要去就不会去 要去就不会去 一百空三年 就说 当时 2014的时候 不是讲说 花豆腐要争一班吗 三班变成四班 就讲好 要盖校舍 根本无动于衷 104年 想要把他降为三班 那就家长怎么办 加上今年 你看看 搞得你们 要去这学校 要我捡消息 我没有 你还没想到 躺在肚子里面 头都不敢拿起来 我没有 像肚子而已 你们就去偶好 对吧 有这几年 你不可以从 你如果说一百空三年 才可以处理 一百空十年 开始做 当不好明年也好 就靠靠靠靠靠靠靠 夾到一一 目睹不夾 就夾到这样 就夾到这样 太空 太胖 就夾到这样 你如果提出 管长 我也继续 到三天做 经线你都不是 你就把他放好 对吧 真正要说 哪一天要需要 我不需要 我问你全国家是有需要 青高川到滾林川在我們的東山路五島伊南的 那年多 加上英米川幾年在洋芸路上的人 你要去投投 投入東嗎 親合一看 現在房子去那麼多 我告訴你東村那年萬年 你要等到當時 你的意思是說我都不管嘛 我只是要收幾半嘛 要這樣嗎 為什麼要是這種心態我不知道 要給你預告啊 要給你拜託啊 文處長那樣說 你要去做的時候才有青九個小到三天做起來 經驗跟你們說 那個要有空間錢要不要去做 我還要去騙一下 也要去騙一下 對嗎 拜託啦 確定 後面這個你放過你還沒做下去 現在發生大事 又不是你頭來的都不去 道歉就好了 你知道嗎 你可以隨便決定一個事情嗎 今天要決定一個事情 你要想輸口再三呢 對嗎 你要考慮勸做啦 你就當作高做 反正我都很大嘛 對嗎 我要怎樣就怎樣嘛 別怪說 你來人家你把你蓋上去 對嗎 當一款外腦筋算什麼 對嗎 基本的無必要有這種的啊 送給你壓力 對嗎 送給你壓力 你們不知道那些人倫理啦 我沒有跟你騙 你不是送給你壓力啦 對嗎 要講話處理也要想想看 那就為了這個來 大家來什麼對職來做那個嗎 什麼意義 什麼意義 該做就要做啊 創作就一定要放到那邊這樣 對嗎 那邊看這要大家來反應感染 這要來回答 要去做嗎 那不會太慢 對嗎 我今天跟你講這個 我希望你能夠直接記住 不能夠夠時間 夠 夠半年以後 你還像我這樣等一等都站在那裡 我希望你能夠做出更更勉強的東西出來 我沒有很多時間幫你做處理 你像我這樣來講 剛才說的是四經都有提法 我們老實說 人家高中也有提法 但是他提法的東西是 他順便完成 做得出三個東西 另外另外那個 學院國中和那個 那個那個國小 庇護國小給我的是比較飽飽的 做得最詳細 最好的就是教室國小 他連要改進的部分 要請教育處幫忙的部分 好 介紹陳俊宜議員 好 繼續 喂 這樣你會記得 不可以像我這樣放下去 後面那些東西都沒有做 你說真的登高熱不是說我頂印啊頂什麼 反正我們去也要頂 拜託好 你請坐 我還請問 像我們的紅土跑道的時候 還是你 好 這樣啦 我剛才不要再跟你說 我希望你這幾年裡面 紅土跑道 你有在做 綠領的 就是有跑送的 跟那些過程 跟你新做的 儀式的過程 跟那些過程 所有做的 我會炒 我這是一定炒 希望你可以做出東西 在館長的中心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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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明天再一天 我會炒 還是多久你跟我說 沒關係你說 這禮拜也十天 跟議員這樣報告 我們今年 針對我們縣內四十九個紅土跑道的學校 我們都有給學校維護管理的朋友 沒有啦 我要看的是 我要看的是 你開始做的 你們就逛逛逛逛逛 你逛逛逛逛逛 你逛逛逛逛逛 要大家來做出檢討 嘛 對嗎 這樣好不好 你將那些處理給我 好不好 好 我不要跟你提緊 在婚姻進行提供我 我可以當董你 我半年這麼久 你問這次也沒問題 你要清楚我 好不好 好 你請坐 那個 總統 我剛才說 這個問題 希望你也要做出一個 明確的檢討 你自己 在家裡 目前已經 很多很多 我說的這就是 代表性的意義 希望你可以特別注意 講話的時候 也要對話 要說 要注意注意 這次的事情 有的人在講話 就有人拿去做文章 不必要有的東西 我們不用 拿來給人做照顧 總是要做事情 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真的有 全官的官民有益 對我們商品有益 這樣這是有效的 平常不是 我們今天做的 是說 符合 什麼樣的東西 就 可以讓 像這些 小孩的 權力 把體肚打 我沒有願望 這樣 我剛才特別說 這些 像登革熱車的問題 還是 我也希望你 要特別收購 特別 如果說 就說 希望你 在風雨操場的保温 要做處理 其實要給他收購 一個更明確的 就是說 這個做下去之後 對著 這些 學生 讓你運動的時候 不然來夏天 露荷 冬天 他都可以 真的在 一個 有了保護的狀態 之下 過得 更好的學習 這個一定要做 做的 不是說 每一個地方 都可以做處理 和 好 像我們 林金的社區 對學校 也都非常幫助 如果 那些人 不關於大小 大小 他如果 好庭 就想說要來走走 出門 就讓我們 可以去風雨操場 要不要去操場 就要走 好不好 這點 拜託你 可以更加六十 其實說起來 你 要好好 教育 再把 收 六十 去搜一下 不然你這樣 直接 加量 那量 我覺得對 中國的難關 是不好的 謝謝 我來請總統主義 我們台會主席 我們文處長 各位科長 我們議會的 董人 聯絡人 大家 午安大家好 文處長 我想要請教的是說 這個 依據這個 國民體育法 第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 前項學校設體育班 則 每校至少設置專任 運動教練一人 其每年班級均 設體育班兩班以上 至少 要設置這個專任教練 兩人 像這種 這個條例 我們依然縣 有沒有符合資格的學校 處長您簡單回答就好 剪刀 感謝議員的一個關心 那我們在這裡 要特別的一個說明的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目前 設三班以上的體育班 一共有公正國小 羅動國中 那至於 設兩班的是成功國小 那 其他的部分 復興國中 也是 也 復興國中 它是原額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在這裡面 都 應該按照 國民體育法的方 那個規定 來設置我們的專任教練 原三國中有沒有 原三國中 目前來講 他是有一位專任教練 目前有一位專任教練 對 已經編制一位了 已經編制一位了 那他 可以再征編一位嗎 他要佔他的學校的缺 由學校來做最後的決定 班級處 在那個體育班方面 他可以再多征編一個專任教練嗎 他要按照那個 體育班的那個班級數 對 來決定他的一個所謂的設 您看原三國中符合嗎 原三國中現在是只有一班嗎 他只要是一班的話 他只能設一位專任教練 就只有一班 就只一位決定 是的 所以就沒辦法再征了 是的 好 那處長您請坐 因為目前看 原三國中 因為他現在女男的部分 發展得不錯 而且今年也獲得全國這個女男 國中組的第二名 目前這個女男的球團 他們有這麼好素質的球團 卻沒有這個專任教練 我想說 在處長您教育處 這邊是否能針對這個部分 來協助原三國中 來爭取一位專任教練 可以嗎 這個部分會變成全線性通案性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我必須肯定 這位教練他多年來投入的一個辛勞 那能夠讓原三國中的女男 能夠得到這麼好的成績 那但是 如果假如要從所謂的一個班級裡面 只有一個專任教練 要把它變成兩位專任教練 那這部分會變成 未來會變成通案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我們站在縣政府的立場上 要慎重的來思考 因為如果假如是讓他佔學校的編制缺的話 那到最後會不會造成 學校在其他類科的一個教師超額的一個部分 這也會要一併的來思考這件事情 好 處長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請處長是不是會後 跟我們的相關科士研究看看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教育處這邊 有沒有一個比較完善的辦法 來解決 讓這位專任教練 能夠名副其實的 在原三國中裡面 來教導我們這些學童 在籃球方面的這個工作 請處長能夠盡量來協助 然後 那這就請處長 會後是不是在什麼時候 可以回覆我一個正確的答案 我們有沒有可能六月初來 來處理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 那就請處長六月初再處理 然後 處長應該是 我們教育的本質應該也是獎賞分明 目前看來這個球團 爭取到這個努力的結果 能夠在全國得到第二名的這個成績 我們教育處有獎勵嗎 在這個部分我們 實在很抱歉的 本來是前一陣子 因為也要跟張明華議員一起報告的 因為兩位議員對於我們原三國中的這個 女男獲得這個成績的一個部分 希望我們給她有一部分的一個獎勵 但是因為前一陣子真的太忙 沒關係 那處長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有簽 我們有簽她的一個訓練經費 培訓經費 這個部分請處長 我們一併在六月初 再來一併來講這個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簽了 好 我們也希望要給她培訓經費 那這部分先跟處長您說一聲謝謝 再來就是說這個 之前處長您有參加一個全國的這個 教育的這個局處所長的會議 您曾經有表達過 未來的這個學制 我們希望說朝向四學制的部分 處長您記得吧 這個部分的話 目前我們的進度到哪裡 然後我們這個四學制 四學期制的這個制度 新的這個方案 是有計畫性 還是說是只是一個這個 試驗性的這個教育學制 非常感謝您這個關心我們這個 有關於在教育局處長會議上面的一個提案 那其實我們是看到兩所公辦明明學校 他們都實施四學期制 那事實上我們在私底下了解的過程當中 這兩所學校對於四學期制也覺得非常滿意 甚至於覺得是應該可以推廣的 那所以才會在全國局處長 今年的一月份的一個會議裡面 我們再把這個案子給提出來 處長您是將 未來是將要把它導向全面性 還是說試驗性的 那個時候我們所提到 教育部的局處長會議裡面 我們當然是希望全國都能夠來做 但是部長在當場回應的過程當中 是說各校如果要做的話 可以以實驗教育法 就是學校類的 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的一個條例來執行 所以教育部它的一個整個推回來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各個學校要去思考 它是不是需要這個所謂的四學期制 因此我們就沒有再繼續推 沒有 處長您現在我重點是問說 我們教育處的立場 是確定要實施這個四學期制 還是說只是一個計畫 還是只是一個試驗性的這個問題而已 試驗性的問題 你目前來講只能用試驗性的方式來做 試驗性是要針對某些學校去做四學期制嗎 由學校提出來 學校它覺得它要 願意做這件事情的話 要提出校務會議裡面 共同討論以後 決定以後再報到宜蘭縣政府來 那就是沒有一個完整性的方向就對了 我們因為它必須要適用 這個我們中央的一個法規 就是學校型態的一個實驗教育條例 那所以我們只能這樣子來做 好 處長您請坐 這部分我們針對這個四學期制 這部分是在我們的課程 那個課程發展課嗎 還是 是哪一個科試處理的 還是王科長 學校那個是 是 是王科長嗎 那科長不用回答了 我想說 是不是請 我們 科試這邊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的計畫 可以給我一份那個書面資料嗎 有嗎 都沒有書面資料 只是一個 就是一個提案而已 一個提案一個草案而已 是的 好 那處長 因為 這個問題 其實 丟出來之後 算是蠻震撼的 讓一些學生還有一些家長 為之惶恐 認為說 未來改成四學期制 小朋友會不會適應 家長對這個問題 還沒有一個可以遵循的方向 我希望說我們教育處這邊 如果針對這個問題 要去做改變的話 能夠有一套很完整的這個規劃 計畫 然後再來公佈再來實施 不要貿然的來實施這個四學期制之後 未來如果還要再改回兩學期制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 不是很得體的 所以請處長這邊在三思而後行 再來就是說 之前我有建議過一個這個 在宜蘭市清華二路 能夠建置一條安全的通學路 這個提案應該已經超過一年了 到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我們教育處這邊 有任何的後續動作 啊 是不是 處長您 這一部分您清楚嗎 還是科長要回答 跟陳遠遠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會跟公旅處 其實我們已經有跟公旅處討論了啦 那那個凱旋國中 他也有提出安全的通學廊道的計畫 那我們會結合公旅處的那個自行車步道的計畫 跟我們安全通學廊道的計畫 跟原三鄉公所一起來討論 要怎麼樣 那這部分到底什麼時候可以 塵埃若定可以來落實這個安全路廊的這個 這個行建工程 因為那個 警察查可能沒有一百公尺 那一百公尺只要把它打通之後 整個安全路廊忽然在做好的話 在那個合體上來行駛腳踏車 可以讓小朋友有一個安全的這個行駛的道路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可行的 你去 我不曉得科長您這邊教育處有沒有去現場看過 他們現在目前小朋友都是走這個清華一路這邊 清華一路旁邊有一條曲牌 那個高度最深的地方大概是一米一米半左右 如果是滿水位的時候 小朋友騎腳踏車 然後那個車那個道路的路幅又不是很寬 如果在會車的過程裡面 小朋友可能腳踏車就騎到腳踏下去了 非常的危險啊 我已經建議一年了 然後辦兩次會堪 結果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那個工程在施作了 我是真的希望說我們教育處能夠注意這個血統 這個上放血的這個安全問題 那個現場您去看了之後可能就知道 只差前面那一段清華二路那個末端街南橋路那邊 那邊可能不到一百公尺的那個把它打通之後 那個道路就通了嘛 然後您這邊如果處理好之後 後續再來請交通科去凱旋國中那邊再設一個那個紅綠燈耗製 就直接讓它下去就好了嘛 凱旋國小那邊嘛 凱旋國中啦 所以這部分請我們科長 什麼時候可以一個那個正確的這個時間可以給我嗎 不過學校現在已經有提出規劃 只是那一段雖然只有一百米齁 它還有高低差然後還有南橋路 所以它在規劃上我們需要整合其他的各科室 一起來幫學校討論出一個比較好的方案 已經一年多了啦 我是想說看能不能再加緊腳步好不好 科長這部分再請您多費心啦齁 再來就是這個學校現在已經夏天到了齁 阿我不曉得我們教育處這邊有沒有針對 我之前也提過的問題就是 在這個教室的閉光方面 能夠做一個提升跟改善的方面 我們科長有沒有去做這個檢視工作 跟陳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陳議員有在我們議會裡面提出一個臨時的動議 那我們也透過那個校務行政系統的填報 請學校我們跟學校調查整個東西像 或者是不是東西像然後可是有遮光需求的那個整個教室跟窗戶的糖素 那現在目前學校在填報當中 那當然在這之前學校如果因為有遮光的需求 他們陸續這幾年來都陸續有提出需求 希望我們處理來做協助 那我們也是情況會按照優先的順序來給學校幫忙 好 謝謝科長齁 這部分也請科長再多費心齁 再來在那個偏鄉的學校齁 我們整併的這個情形 我們教育處我相信就是一直導向就是 那個小校把它整併起來 其實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學校是因為 它存在的必要是因為它是一所特色學校 教育處的立場是不是能夠 站在輔導的立場 讓這一所學校能夠繼續存在 處長您認為 可以跟可以不可以就好了 處長 這個部分它是比較複雜的一件事情 其實也可以去考量所謂的富士教學 對 那如果假如學校它只是要去借學生 由五位學生變成四位學生 他本來就不承班 到最後他去借學生承班 其實浪費資源其實是更嚴重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全面的來考量才對 好 就針對這個花育分校 因為它我覺得它在 在一個那個算是偏鄉的地方 可是它存在的必要 因為它有一點類似生態 生態學校 在那邊蝴蝶是最漂亮的 然後它現在已經提出轉型了 我希望我們教育處這邊 這三年的時間能夠真正 積極地來輔導這所學校 讓它能不能繼續存在 就請處長您跟科長這邊 科長那一天 好 感謝陳俊宇議員 那我們繼續邀請劉翔德議員 劉翔德議員不在 我們請林愛賢議員 林愛賢議員不在 我們要請陳漢宗議員 但是請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要休息一下 拜託一下 休息 休息十分鐘 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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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求 非常感谢 所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目前我们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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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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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问的是说 目前我们宜蘭县的国中小课程 有安排纳入我们生活与伦理 以及我们公民道德的科目吗 好像在 处长 是不是在92年度已经取消了 取消了嘛 好了 处长 你知道我们的教育是非常的缺德的教育吗 处长 你一直在强调教育应该从小做取 为什么生活与伦理 以及我们的公民道德这个教育却不重视吗 如果学生没有道德观念 不断的推动防治学生药物的滥用 防止黑帮入校园 推动反霸凌的加强宣导 这些成效都是空谈的 面对我们台湾风气那样败坏 这么败坏 年轻学子他们的价值观又非常的混淆 品德教育是当务之急 这应该是这样说 从小就落实品德教育 建立他们的良好道德观念的习惯 来培养我们小孩子的健全人格 才能期待更好的美好的社会 国家社会才重大 才会燃起新的希望 本习在这边建议你 教育处这边应该要好好的去研育 重新将生活与伦理以及公民道德纳入课程 请主席纳入大会记录 好 列入大会记录 处长可行吗 处长请打务 在这边非常感谢您 12年课纲是107年要实施 107年的课纲里面 我们有综合活动的部分 我们再来找学校来共同讨论 来看看如何来把它摆进来 好 应该要把它纳入 宜仁县多年我们推动的友善校园 早上有很多的议员都有在讲 在民国80年间他就改建为国中小 打掉这个围墙 以及绿驴代替 开放学院与社区连结 这个结果却无法防范陌生人 虽然是在民国80几年把校园给打掉 那甚至于还有县长曾经交代过就讲说 学校盖围墙的话要亲自跟他做报告 那像这种状况 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当学校没有围墙 视觉没有被阻断的时候 我们社区的民众反而比较容易帮学校 顾及到这个安全的部分 那另外校园安全里面 当然也不只是靠外界来帮忙 我们在校园内所装设的监视器 我们从去年编列150万 今年我们争取到800万 来征修我们 证修我们校园的一个监视器 这部分也是重要的一个部分 再次的跟陈议员 还有我们所有议员报告就是 校园安全真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老师教职员 以及我们的学生 对于陌生人进到我们学校 有没有关心 如果假如没有关心 这个东西都假的 那只有关心了以后 好了你请做了 我们这部分的宣导都有在做了 那个处长 应该是这样讲啦 预防胜于治疗啦 除了警方的加强巡逻外 宜蘭县应该也要比照 就你刚才所讲的啦 北市府他们有加设电子围离 以及装设监视系统 在学校的周边都加护了防护系统 来落实整个的校园的安全以防治 以确保血统的安全 新北市还有台北市他们已经都在做了 在预算的方面 我也希望你能够 教育署这边能够去积极的去争取 请大卫列入大卫记录 好 列入记录 感谢主席 我在旧教我们处长 这次宜蘭县的绿色博览会 我们教育署发动的国中小 办理这个户外学生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数字给我就好了 参加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国中小啦 办理户外交捷 国中小那个这部分的一个学生人数 我们正在统计 好 没关系 你会货给我 本期日前有接到我们民众反订 每年的绿色博览会的期间 也是所有的幼儿园国中小的户外交捷时间 可是宜蘭县户外交捷的地点永远都是重复的 像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绿色博览会 有时候到我们环保局的这个焚化炉 让身为家长的觉得都一直在重复 户外交捷的地点都一直在重复 让孩子开始对户外交捷毫无期待 更别说有新鲜感 让孩子 让一个孩子从幼稚园到国中 起码要 最少要去十次 十次以上 如果这个角色复换你们 你们的感觉如何 请处长回答 简单回答就好了 谢谢 谢谢您收申请报告 我家隔壁门口的绿裁国小 已经有两年没有到绿国了 他们都跑到八年去 所以户外交捷这份 还是以学校为主旨 当然我们有营造 这我不否认 但是学校原来是以主旨 你们引导是要给 绿色博览会啊 来充人数啊 这个应该 我跟妳讲啊 本期是希望说户外交捷 它是更有很多的意义 相信大自然的教育 也能够深深的去影响 孩子对家乡的一个重要性 应该学校也要去注重这个 我的时间不够了 好 处长 这说都是很实在的事情 不要说每次都跟他们在那里 应该都要让他们有一个 活泼的空间 好 继续我们邀请张明华医院 好 大家出席 处长 处长 当然 刚才出席说到 我们管政府在前科有问题 小孩的教育 要想办法 尤其是 我们说到 现在的经济 也不是像贫富差距大 不像以前那样子 一些年轻人 他真的不敢结婚也不敢生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的教养会真的是太高 还有就是整个经济 但因为小孩子太高了 但又小孩子的启蒙教育很重要 尤其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隔代教养 包括外籍新娘的一个教养问题 都是很严重 那这年代都影响到小孩子的启蒙教育 所以这一块我是觉得说 在财政上任何困难的话 想说我们请处长跟县长那边 尽量多争取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处长 我们每一年 一年几的新生 平均这样目前这几年 这两三年 平均一年的一年几的新生 进了多少的新生 一年几 好 建党 近几年来 我们大概在算我们的学生数 最近大概是三千四百人到三千七百人左右 但是我们六年级毕业是四千多人 四千多人 对 那我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统计出来的那个幼儿园的人数 竟然将近到上千 上万人 那幼儿园的人数那是全部的 全部的 对 全部的 那全部没关系 所以我再问一下说 那那个公立的 公立的这个学校的幼儿园 跟乡镇私立幼儿园的设置 跟外面的私立幼儿园的设置的标准跟要求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它的环境空间 还有教师的言额 学生数的问题有不同吗 都一样 都一样 是的 都一样 我要请问一下处长 目前我们公立学校跟乡镇私立幼儿园有七十六年 七年的时候 那私立幼儿园有五十三年 这中间就差距了将近有二十三个园园 那两边的幼儿园人数都差不多 一个五千零九十六人 一个五千零九十四人 就差两个人而已 那每研的这个老师平均就差不多 一个是十 那私立的部分差不多大概十点四个 我们共是十点九个 这个差不多 但是每研的这个学生人数 一个是九十六人 一个是六十七人 平均拆到二十九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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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如果他的设置标准 所有的学生人数都是一样的话 那为什么 挤不进去公立的呢 好 简单后 好 简单 抱歉 这个我没有完全掌握到 您所说的这个数字里面 那 因为 差了二十七个人 这是我们教育处里面的统计资料 好 我们的所谓的公立幼儿园的一个部分 它 最主要就是所谓的学校附设幼儿园 跟我们乡镇幼儿园 我们学校附设幼儿园 它其实应该是 好像是41所的样子 你们目前 你的资料是45所 我们目前是45 乡镇是31所 乡镇是31 目前来讲就是乡镇的 它不见得完全招满 但是我们公幼 就是学校附设的 几乎都是满额 除了就是比较偏乡的 那当然是我们 像新南国小是不是满 这部分其实都还要再去 所以说 初长我想说 你就考量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少子化的关系 每个现在进到国小里面 其实有很多学校 都找不到学生 但是偏偏就像 刚才有阿诚一言在谈到的 很多学校都挤不进去 那是不是说 真的是思考一下 小学部份里面的一些 闲置空间 他是说 班级数怎么调整 因为我知道 有些学校 那个班级数不足的时候 就把一些教室空间 挪成办公室用途 挪成什么仓库用途 其实这些都可以思考 来提供来使用 是不是说 能不能请教育处这边 再去调查一下 到底哪些学校 它本身 可以提供出空间出来 第二点 我请我们那个处长这边 也提供一下 到底这一次 每一次抽签的园区学校 有哪些个 比如说 在罗东公正国小的园区 它有可能这个学取 要有15个人 能抽2个3个 能不能给我这个统计数字 然后再给学校空间 就做调查把这个输出报告给我 因为这个牵涉到 可以真的从这个 那个调查数据里面的统合里面 去计算出哪些学校的园区 真的是很需要有人要进去 你看有时候十几个人 去抽签2个1个 那整个几乎是 那个比例非常的低 请教育处提供这个资料给我们 主席你们请记录一下 提供 日子记录 这个没关系 这个会议我们在 就提供资料给我就可以了 好不好 处长 好的 这资料提供当然没有问题 那可是也要跟您 特别报告的一部分 就是我回答 呃 陈议员的 呃 那个报告内容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正在 我知道你说的会议盈利性的 又有一个部分 是的 那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你们设立的进度组合 那没关系 那你就把这个部分的进度 一并给我 这个资料一并给我 好不好 主席也复杂这条 好 谢谢 那再来就是这个营养午餐的食材的部分 这部分我想说 就像刚才 出场提到财政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孩子 这个吃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前面我们看到 常常最近在媒体报导 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们 吃了太多 他说他食物里面真的吃太多 含有我们讲的 化肥 化学性肥料的这种 食物也好 或是说 有参照一些肥料 那个农药问题 那这些小朋友在成长之间 我们是很重要的 那我看到我们 我想请问一下说 我们每一学期 在给我们提供的营养午餐 公餐不一共有多少餐 每一学期 没有特殊状况的话 应该是一百餐 一百餐 一百餐 但是目前我们百米提供 差不多平均在20次左右 要是20餐 差不多将近20%左右 然后我们看你们统计 那个蔬菜 有句说来 平均只4到18次 我觉得说你竟然去平均的 怎么会有4到18呢 平均到底是5还是10 这个很奇怪 这种数字 既然有平均指出来 怎么会有4到18 我想说 当然可能营养午餐的提供 其实到家长负担 跟学校这边提供 跟我们教育这边提供的 这些费用 这部分我稍微补充一下 这部分的数据 其实都是县政府负担 就是有机米 是由农业处那边的经费 我们找这个所谓的小农 或者是农会 它提供有机米 因为前几天我才开协调会 另外的部分就是 那上面的所谓的有机蔬菜 是经费编在我们县政府这边 就是每年大概有2000万的一个 在我们教育处的经费里面 每年大概有2000万的经费 是提供给每个礼拜四或礼拜五 提供给学校的一个有机蔬菜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我们现在提的是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所谓的 有的时候是天灾 有的时候是生产状况不一样 所以我们所供餐的 就是每个乡镇它会供餐的时间会 有的次数会不一样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动用到很多的机器设备 能动设备 这些都可以处理到菜眼的不稳定问题 我想说能不能请厨长这边再跟县长 再要求一下 同时也透过农业厨那边补助 能够真正帮助一些 第一个帮助我们小朋友 可以得到真的吃到一个比较良性的这种食材 那也可以帮助一些真正有机 有小偶薰要去推广 这些有机的这些小龙也好大龙也好 都真正让宜兰真正走入这个有机线 当然基本上就从我们的学校做起 是最大宗的最主要的来源 那这样子的话 我想说能在经位上面再跟向你们调整一下 小朋友小孩子真的健康真的很重要 这个真的麻烦一下 那还有是厂商 每个月都有自主性的送宴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说 你一个月他让才自主送宴一次 当然这中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检验的动作 那他自主送宴部分可能比较多 因为这个检验的那个手细上可能比较复杂 能不能再缩短那个期程 不然的话你出状况一个月才知道结果的话 真的是有点慢了 有些出状也来不及了 能不能再把他自主送宴的 自主送宴的可能这种掌握度也不是很好 能不能再可不可能再缩短一下 那个自主送宴跟那个我们其实每天的那个食材 在农业处那边都有经过快塞 也就是说那个农药的那个残留的那部分一定有快塞 这个是每天都做的 那至于那个所谓的厂商那边的送检的部分 那我们我们再来做内部的一个调节 调整个课 调整个课 因为我知道你们快塞 但是快塞里面一血血才是 好像400多件也不多了也不多 你刚刚提到的一枚一血血就已经100餐了 100餐里面的食材就可能会有五六百种以上的吧 不止吧应该是不止了 那这部分呢再想说小孩子的健康我们是要注意一下 第三个还是要跟出场说一个血血 就是说原来国中这个部分的一个篮球队的这种的 给予一个协助的部分 跟陈建宇演跟处里面这些说的感谢 真的是有心去推广我们的体育运动的 这些我们讲的校外人士也好 或是说这些小朋友也很用心 自我要求能够得到好的成绩 我知道像目前沿山国中他不止在篮球 但在脚道车自行车部分也都很强化 都是因为一些教练很用心在带动他们 这个是我们当然运动是表现我们线内 各个这种健康的这种像指标性 所以说我希望说这个补助的部分 能够稍微尽量提高 因为我知道我们体育署对我们的运动信念补助 它差不多700万 那我们现在像边的200、200、300、700万 将近1400万是在用在全手的信念部分 但是那个项目也蛮多的 所以可能分配上是不是有比较不坚 还是有特定性我不晓得 但是就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运动项目类别都是不足的 能不能请出场给我一下 这些1400万的分配性的分配量可以吗 这个请主席你们用列入记录一下 如果真的不足的话 是要请你跟现场再争取一下 毕竟我看到我们里面的一些夺牌 好像成绩也不错啦 但是有些部份都偏重在一些特殊性的冷门 比如说冷门来说比较单一性的运动 不是很前面性的 这也不大好 那会造成说大家就是只往那个方向去寻找那种运动项目的夺标 其他的话大家就说就比较不要没有积极性 能够多延性的考虑一下 所以那个分配让我们知道一下 那一个是教育优先期的部分 我不知道我们谈的教育优先期是有什么不同 处长能够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就好 教育优先期它最主要是我们在教育行政单位 它是针对于那个教育资源比较不利的一些区域 给予比较这个所谓的经费上的一个协助 让它能够调节能够上来 那你谈的是说教育资源比较不足的部分 但是我看到里面在执行的这个项目里面 当然里面有一些是教育特色的部分 义务的部分 你们共协助的36个学校 那在原住民的部分里面 这个也不错 但比较属于要特性性的这种资源的部分 里面资源的十七个学校 但是里面在一个推广亲子教育里面 协助53个学校 亲子推广教育这个部分 是会在教育优先期这个区块里面 平常其他都不做了吗 亲子教育其实它会在我们一般学校里面 它会变成例行性的一个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比较弱势的那个学校里面 由于家长们他们对于所谓的工作的需求 仍然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亲子教育的工作上面 当然是希望他们家长对于除了工作赚钱糊口以外 能够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能够更加强 所以这几个学校是特别加强 并不是说我们除了这几所学校以后 其他学校都不做 亲子教育一定是我们学校里面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 好那我想说这种教育线区既然是有它的推行 我想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广泛性的一个去研究 能推广广泛一点 不要说只是特定这几个而已 这个部分那请处长再研究一下 那一个是公办民营的部分 现在我们都在极力在推广这个部分 因为真的我们有些学校 它本身的一个教育环境的特定因素 越来越招生有出状况 那招生出状况 经营下又变成它的学校 小朋友它本身的一个协议的素质提升不上来 这个部分能不能请处长大概 大概简短再说一下就好 公办民营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是 它的老师或者是它的学校制度 它可以制定 所以它的师资可以来得更多元 那因此可以找到一些对于孩子 特别关心的一些人来执行这部分工作 其实我们所有学校教育 老师是最关键 老师的热忱只要够 那现在能不能请处长给我一份 我们目前 目前各个学校里面 你有想说要去推广 公办民营方式来拉的 大概没有啊 你就给我就好了 就是说有这种 需要去做的 这种学校的隐忧 那你别想象这样去推 因为这样是对小朋友是最好的 对一些年轻的老师也是好的 有冲劲的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郭铭云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有几个学校办得还不错嘛 甚至有看到小朋友要举进去都不大容易 所以说它应该有它的成效效果存在 这个请会后如果方便 助长方便再给我一下 好不好 主席再麻烦一下 我后面时间给你 谢陈毅议员 好 我们请谢陈毅议员 谢谢张议员 那个因为时间一些些 所以我就是前提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针对那个 目前我们公司的幼儿园退费的办法 跟相关的机制 我不知道我们教育处这边 有没有针对这个办法去实施之后 一些实际在学校 学校学生以及学校执行的状况 没有去做过一些研拟 我不晓得处长这部分有没有关心 那我直接去讲 我们听到几个案例去凸显到 这个相关办法可能不足的地方 以及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像前阵子的流感非常严重 那我不晓得教育处 这边有去掌握说在 不管是A感 SP感 就是有多少的孩子 有这些停课的状况 那尤其有一些停课的状况 很有可能造成全班都会去停课 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我们就遇到很多人 有不同的状况发生 包含比如说有个家长 他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两个班级分别在去年 就停课两次跟停课三次 零零钟我加起来凑一凑 大概就二十几天 快三十天了 那我们看了一些相关的退费办法 就是包含我们宜兰县政府 这边颁定的宜兰县公私立 又有人退费的相关办法 我们看到是说 在第七条里面去讲到的是 因为这样子的强制停课 连续五天以上的 那我们只会退还 就是点心费 午餐费 交通费等待办的项目 但其他的部分都是不予退费 那我不是很确定 这样是不是合理 我们这个相关办法 是不是应该去检讨跟修正 因为其实对这样的家庭而言 孩子他两个孩子陆陆续续都搞了整年 停课下有将近一个月 可是相关的费用却没有看到 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退费 那是不是可以去讨论看看 以后我们将来注册费啊 月费这些 是不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退费 那或者是说一年里面 譬如说超过两次以上 这样子会比较对生活 有一定影响的部分 我们来办理一些相关的退费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 是不是可以去演你看看 那甚至于其更重要是说 这些孩子一旦被停课之后 他的托育跟照顾 其实对这些家庭而言 是非常的有压力的 尤其是双薪的家庭 那这些未来是不是 在台北教育局都已经有宣布说 未来的孩子因为强病毒停课的话 家长可以依性平法去请家庭的照顾假 可是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在宜兰 这些家长如果遇到相对的状况 这些家长是不是有机会 也能够去有一些假 或者是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 所以是不是未来应该要召开局处式 跨局处式的会议 包含我们的卫生局 教育处 劳工处一起去演你 是不是在像这样子 大型的停课的时候 他一些托育以及家庭 就是他自己能不能请假的 相关的照顾的作业跟SOP 这件事情是见请我们教育处 应该一起去考虑跟检讨的 那会后是否可以 以及相关的一些资料或办法 再请 好谢谢薛承议员以及张明华议员 那我们继续邀请林成功议员 主席处长 各位同仁 请教处长 在座好像女性的同仁居多 那有没有违反两性平等 男女平等 有没有 感觉我看 还是女性同仁比较 可厚超 因为教育处嘛 要改教育局比较好超 会不会 会不会有这个规定 感谢林议员 这个 得一个指教 那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在委员会 或者是特别的会议上面 会有所谓的单一性别 三分之一的一个限制 那对于所谓的主管的任用 我们相信我们会比中央这个任用女性主管的更好 以上的报告 谢谢 我跟你同感 本人也是受惠于女性的老婆 岳母 所以我真敢跟你一样的看法 开玩笑 刚刚气氛有点严肃 顺着我们陈议员刚才讲 户外交血这一部分 过多的名牌 其实大人去铺陈的一些 想要看守 其实是没有意义 我请教处长 最近我们一个议题 非常夯的议题 叫固于生态延区 你有没有了解一下 固于生态延区 这个有什么好处 我刚才讲就是说 其实很多我们小时候去的一些经验 刚才陈安中陈一远也讲 我们老是安排一些刻意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办法深入了解到 县内或乡内每一个地方 我很有自信讲 像我们龙潭 故意的故乡 这里面那一天也发表了 那有生态的问题 还有一些所谓 公共工厂的概念 让我们的学生 及早去了解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点 它不仅 什么叫一棒共生 什么叫失地生态 主长你针对这一部分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议题 就在我们教育乡内 那你基于教育的主管 你会不会有什么发想 让我们的下一代 也许有些人看到以后 没有很深入其境的感动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发表一下 好 简单 非常感谢林一元 特别谈到这个议题 其实故于这一次的 那个所谓的塑油的一个 产卵的一个部分 它绝对会是我们龙潭 很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它非常重要 甚至于临近学校 都应该要把它纳为 教学的一个教材之一 那我对于教学会产用一种 所谓的比较宽广的一个意见来看待 就是说 我们教学是不是一定要在教室里面教了 我们其实以前有不少的老师 他们教学会带孩子出去 早年我们柯林国小有一位老师 他会让孩子自己去买车票 自己然后带着孩子就出去走 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活生生的教学 它不限于是户外教学 它平常教学 它就可以融入成 它的一个所谓的教学的形态之一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受限于户外教学这个议题 所以我在看 不管是乡土教育 不管是自然科教育等等 去看看故于 它的这个整个生态 是百分之百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谢谢处长 那也跟您分享一下 听说昨天晚上的那个通天桥的萤火虫 非常漂亮 有空去看看 好 有空去看看 至少我们乡内的这些国中小 要让他就近知道 因为距离比较近 你看我们常常讲 郊宿温泉那么棒 很多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泡汤 我们的很多 就我们乡内的小朋友 国中小这一端 他不知道什么叫温泉 也就没有那样的涵养 那这个生态我看的都很感动 你看他有多么大的元素 他又是生活又是经济的 又是生态的 然后又就近 然后又对自己的地方有信心以后 他找出希望 对不对 他才能够觉得我们住的地方是很好 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 户外教学 也不要在大人规范那一些自私的那种自助性的行销 我们很多地方 就近垂手可得就可以看得到 那就是我这边提出来给分享的 刚才讲就是说 像我们郊宿 要讲我们常常有些球队 现在不是讲四姓吗 多元吗 那这些人 比如说我们郊宿的排球队非常棒 那完蛋了 他国中国小 国小到国中 那到高中之后 这一段我们基于教育主管的立场 那为什么去辅导他们 让他们这个东西成为一个特色 或者将来成为一个 他可以再延续的 而不用离乡背景 尤其排球这一部分 类似 其他乡镇也有 其他学校也有 就以郊宿的排球来讲 那尤其中央跟地方 现在连结一块 我们教育局局长的这个身份 会在高中 或者国中小这个部分 会扮演什么角色 如许我稍微花长一点时间来说明一下 排球我们已经列为 17项重点项目之一 我们最近正在收敛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训练的一个计划 17项的训练计划要整理回来以后 我们会有一个三级衔接的一个计划 我们其实有跟高中来谈 就是讲说未来他们有没有可能 去接我们的排球的部分 那高中他 第一个反应就是告诉我们 他们有教练 第二个就是说他场地会有问题 那场地的问题 我们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在教练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巡回教练 或者是我们用其他的教练的方式 我们来替高中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的那个 统整的一个计划里面 来思考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我们计划等到 在6月份我们会召开一个讨论会完了以后 我们7月份就会去跟 原来是郊西国中 他是希望找遗伤 那我们是希望找其他几所学校 共同来协调处理 那当然也跟您报告 不在您乡里面的就是桌球的部分 其实罗高 罗高其实是表示有点兴趣 只不过会变成就是 我们国中端的那个学生 他到底满意不满意的一个部分 这部分其实不只是高中阶段 也要看我们的学生 他对于下一级的学校 他的一个接受的一个程度 那这部分我们会来协调 谢谢苏长 苏长我再请教 现在最近大家就是要选校长 我刚才是担心说 所有的主管都是你的 那会不会女性的校长会偏多 这我开玩笑 那好这一部分 刚刚也有 今天有很多同仁都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制度 可不可以做调整 现在行政工作大家都不愿意做 但是校长却很多人 你看我们议员都会感受到 因为现在很多的委员啊什么东西 其实我在看都是过去 过去可能比较威权 他只要表现好 那现在有两个出路 校长两个出路 一个第一个要到 到我们教育局这边来 怎么讲 来这边洗礼一下 来这边 学会跟长官怎么相处 然后能够贯彻我们教育 县政府的理念 第二个就是校长的儿子 他当校长的比例会很赶 因为校长的儿子 特别懂得 因为校长他曾经竞争过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重新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制度显然已经造成很多的困难 而且不公 一个校长他也许不必要政治化 那我们现在选出来 哎呀 我看有时候看着都觉得知识分子 我都觉得替他担心 太过于社会化 太过于政治化 会感觉不专业 然后我觉得那个老师的威严 因为我内人也是老师 就觉得好像被感觉尊严的问题 那有没有一个制度 我们大家今天也都讲了 因为我们一眼被拜托被干什么 尤其那有些成员里面 有些什么家长会长啊 那个都是偶然不是必然 他怎么知道这个人之前表现是什么 然后就变成说 就跟我们要选民意代表 要拉关系啊 然后拉亲人啊 那不是图真困难 不是专业被肯定 不是他的努力被肯定 而是因为他的手段 他比较凝职 校长 那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制度 就跟其他行政机关一样 比如我们今天大学科长 必须是科员 必须要条件资格吻合 然后他才能够当到科长 那必须要当到副处长 必须要有科长的资历 然后在处长巡细渐进 你现在没有啊 现在我们感觉是 是就各显神通嘛 各显神通 好像过度政治化跟社会化 我觉得这个对教育长延发展 是不好 校长可不可以 处长可不可以 针对这一部分 我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感谢林医院对于我们校长领选的关心 在这边要特别的报告就是 其实我们学校的那个 校长培育的那个层级它还是有 就是说他要当多少 当五年的老师才能够考这个主任 那要当两年以上的主任 他才能够去考校长 那校长经过除训 然后到教育处实习一年以后 才能够参加我们的所谓的校长领选 那校长领选的当然目前来讲 会有一些的声音出来 那到底是怎么样来做处理会最好 也跟林医院特别报告就是说 我们去年其实选完以后 我们就修正 那我们这个领选委员会 他还不断的在微调 那我们希望调整到最适合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在操作的 好 谢谢主长 主长 尽量扫路人甲路人蚁 关心教育 因为教育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东西 不要搞到阿狗阿猫都可以来这边 要去跟他拜托 要去跟他送礼 这个我们看不下去 我理念选择比较威权的选择方式 理念透过专业 透过他的资历 不是刚刚乘完去酸二丸 这不好 这个因为工作性质不一样 他必须要维护他那一块 我觉得这样对小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示范 另外刚刚早上也有人提 我们现在有很多当初征用的所谓学校用地 因为少子化现在面临转型政令 那这些土地有没有可能活化 或者有没有可能 我常常在电视看那个花蓮的广告非常棒 居住正义 花蓮响应 那我们有很多地 地点都不错 学校用地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透过县政府 大家比较宏观去看这个问题 因为当初征收少子化的结果 或者一些变数 现在没有办法再做学校 那地点都很好 那我们也有需要一些比较好的环境 有没有可能透过教育处这边主动提出来 然后跟我们的夜馆来 大家比较活化 感谢您对于这个学校用地的部分 我能不能分为两个部分 来跟您跟所有的议员们报告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我们现在都市计划内化为学校用地 但是没有征收的这部分 我们教育处都很明确的跟建设处表达 我们没有在需求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他画的那个都市计划里面的学校用地 除了运动公园旁边有一块 我们担心就是科学园区整个起来以后 那边还有设校的可能 其他我们都跟建设处已经谈过 就是在未来的都市计划检讨过程当中 都可以把它改为其他的部分 或者是还给私人 就是说这部分来做处理 第二点就是 那个所谓的学校周遭 原来是我们学校用地旁边 还有一块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来讲 我们也跟那个建设处来讲 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地范围不再扩大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就把它画还给 就是还给民间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解决很多困扰 那现在我们大家 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是 我学校里面在使用的 现在还是属于私人的土地 那这个部分 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一方面付租金 那一方面我们 今年也编了经费比去年的还要多 比如说我们今年编三千五百万 以前我们都是编三千万 当然多不了多少 但是我们县政府已经有心在解决 目前学校里面使用的私人土地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在解决的是属于这个区块 所以因为整个社会的变迁 土地变的价值 如果说真的 我们当初征用的墓地已经丧失掉 那会有法力问题 这个你占用别人还是要还给 或者以地一地也可以 我一直活化 因为地点都非常好 但如果因为大环境改变 我们就要 我们讲就是说 要跟着环境来做调整 另外我请教处长 我们县武跟现在的教师工会的团体协议 进度怎么样 是不是工会说 有在跟县武提出诉讼 这部分你可不可以报告一下 我们的教师工会 在跟我们在对谈的一个所谓的团体协约的部分 在去年的10月 11号还是12号 去年12号是我们42所学校 它已经报来我们县政府 要请我们依照这个所谓的团体协约法第10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 这个部分是要经过主管机关同意以后 团体协约才生效 那他们报来以后 我们在去年的12月11日 我们正式的答复我们42所学校 副本抄送亿兰县教师工会 说我们希望团体协约里面 再增加相关的教师的义务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教师评鉴 食龙教育 还有其他的应该做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把它全部谈好以后 要谈何可 再一并的来何可 但是从去年这个教师工会 就针对我们宜兰县政府没有快速的 核准这个所谓的团体协约 所以在劳动部这个劳财会里面 提出了我们的所谓的不当劳动的裁决 那我们已经开过三次的一个调查的一个会议 所以5月4号贵会在开会的时候 我没有来就是去劳财庭 那大概在下个月会 劳财庭会做成最后的一个训问庭 训问庭完了以后 他们就会做成最后的一个裁决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你请做也是可能法律问题 大家来想想看 因为原来的团体协21条它有规定 如果说新的没有订就用旧的 那我们新版的27条也把这个精神纳进去 这为什么他们会逼着你们一直要去签 可能会有这些将来会麻烦 所以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研究过了没有 就是团体协21条规定 就是说你的这个企业届满 那新的团体协议上没有签订的时候 那以劳动契约定为约定前 原团体协议关于劳动条件的约定 能继续为该团体协关系人间的劳动契约的内容 那我们27条我们也给他纳进去 将来会不会有问题啊 将来会不会有问题 它变成是一个 如果我跟你们现在稀里乎的跟他签啊 因为大家不宜由他嘛 不宜由他签了以后会产生什么问题 就是那以后我新的也不跟你签啊 那这个东西对于这一些我们讲公会的这一些 这很恐怖的一个法条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想到这个问题 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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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清一下 其实我们有就如同您所指导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想想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一次就就是没有合可 所以我们要求他要把义务的部分全加进来 免得讲说我们三年后 我们我们要在加的时候 他就不跟我们签了 就就会就会造成您所谈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要要他就是一次把义务的部分 该补上来的都补上来 好因为这个条文很容易就带过去了 签了以后完蛋了 那变成他们万年福利他们在想 我不是对公会这些老师有所质疑 这个法令层面就是要看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本来这个精神是在保障弱势的公会 那我们现在如果教师公会来来沿用的话 就会无形之中我们不宜有他 然后帮他争取到万年的福利 这个是这边要提醒在这个整个团体协议里面 那个精神的部分 你们有看到那是最好的 那最后我请教 因为刚才女性同仁 因为我也都很辛苦 念了大学来当科长 那老师的健康重不重要 我发现老师的健康 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教育处长 尤其国中小这一段很辛苦 拌八拉拌不拌 是懂非懂 那你看一个老师他 要达到老师的条件就不容易 要念大学 然后要考试 然后嫁人之后要养而玉泥 又要学校的 对不对 如果在教育局服务又要处长这样操 那我们在老师的部分的健康部分 有没有什么作用 比如说体检啊 或者什么自强活动 或者规定一个时间 小朋友要很健康 老师要很健康 否则老师如果不健康 忧郁症太多 或者躁郁症太多 那这个健康的部分 我们教育处有没有做一些 做一些辅导 或做一些宣誓 感谢您关心我们的教师健康 除了所谓的刚才的文康活动 或者这一类 我们在相关的文康费的一个编列的部分 这部分都已经照顾到了 我们今年的4月 还发布了就是 学校老师满40岁以上 我们比照全国其他11个县市 有二分 就是有二分之一的人 可以进行所谓的健康检查 那这个健康检查 我们有补助 我忘了是3500块钱 3500块钱 那满40岁以上的这个部分 我们全国有12个县市都可以接受 好 感谢林辰公议员 这是我们 张区民议员 刚才已经有 讲过 那我们现在邀请刘天武议员 谢谢 谢谢大会主席 副议长 各位同仁 处长 各位科长 后面各位贵宾 大家午安 所以你看 当时 部阻子在看 电视一直在说 就是说中部 中部有一间枪箱 我相信他在 几年前 你知道吗 几年前 他进口三聚清安 毒奶粉进来 结果现在又被抓包 他囤积很多 构集的食品物品 其中像 一些添加物 果粉 添加到 捕蜂他的产品里面 但 他这个产品 流到一百多所的学校 一百多所的学校 所以说 这有出问题 像这个 包括 我们宜蘭县 平时是怎样去 防护 那我们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遇到捕蜂这个 我们有没有 跟您报告 这个我们 工作伙伴 很快的就去查阅 我们学校里面 所有的状况 那我们必须要 这样子跟您报告 就是 跟我们所有的议员 报告 宜蘭县的 学校的午餐 没有使用到 捕蜂的问题产品 好 那 我是说 平时啊 那像这种 不孝的厂商 不孝的厂商 进 囤积啦 还是怎样啦 这些东西 那我们是如何去防患 当然 随时没有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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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像这种呢 什么防患 这个部分的防范 就我们教育系统来讲 当然是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我们会结合 这个卫生单位 跟我们相关公旅处的一个部分 卫生单位 他们会针对食品公司 食品工厂 他们会进行所谓的列管 那他们的一个列管的话 我们就会纳入我们的所谓的 拒绝拒绝的一个对象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 这个所谓的 你你想像这家公司啊 他以前删去清安的时候 是闹到 卫生署上都下台 他现在还是一样违规啊 所以说我想 我们在宜兰县也好 从境外进来的食品 也应当于人家要检查嘛 弄那么大 他还是一样造成在出问题啊 还有缩绕筋 我经过这一次跟卫生局啊 去了解 缩绕筋的问题好像 我们也没有发生了 所以说这方面 我会请厨长 香港科长是谁 提前科长是吧 好 没有关系 这个是平时都要注意啊 当然厨长刚刚你讲 就是说像那些冷冻工厂 还有食品工厂 都要严加防患 好不好 配合卫生局 工商礼物室 应该可以炒 不要出事情就太慢了 学生 学生把问题的食品吃下去 不知道多久你才会了解 太慢了 我现在还可以跟你说 那位 处长 那有人建议啦 像我们罗东运动工县 将近48公顷 面积非常大 明年106年 全国运动工县那边 有没有场地在那边 田径厂是在哪里 在那个地方是有棒球场 有橄榄球场 另外我们还规划了所谓的曲棍球场 田径厂有没有 那边田径厂是好像是那个什么 那个曲棍球 曲棍球 我为什么这样问你知道吗 因为啊 前大概前两个月 楼龙镇运动大会 就借我们的场地嘛 因为雨下的很大 但不久 因为可能是排水有问题 就积水啊 我在现场啊 就在全境场的地方就积水啊 我想我们办全国运动大会 当然天气晴朗是最好的 但是像这种会积水啊 我们是要注意啊 好不好 整个前期前逃 那像我们整备好了没有 全国运动大会整备好了没有 我们全国运动大会 其实我们所有的场地的经费 我们都全面的重新抓过 我们最近要核定 然后就开始要做修散 那当然这部分就是学校里面 会有学校里面的一个标案 那我们学校里面 还有统一的系统的部分 来得及吗 什么 来得及 那个修 因为我们目前来讲 都是修散的 那上面中央政府不做多少点 中央政府不做多少点 中央政府我们分两个区块来看待 第一个区块就是说我们一般性的那个修散 场地的修散 它一共是核定了4000万 另外我们还对于我们的挺库的一个部分 那还东山河挺库的那个部分 另外就是我们豆腐夹那边有一个 帆船 帆船 另外就是还有安隆溪的一个激流标杆的部分 激流标杆我们是最近正在 现在已经在进行所谓的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评估 我想如果说我们精锐 像刚刚讲啊 那个运动公园都积水 应当初都争取一些精锐 顺便要改一改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时间 好的 网球场也要注意一下 有网球场都有核定 要注意一下 那像选手的培训呢 选手培训我们现在是分两个部分在执行 一个部分我们是 要透过我们所谓的金牌的 这个所谓的金牌计划里面来培训 另外一部分我们当然也请体育会 能够针对于我们选手要训练的一个项目 能够提出他们相关的一个计划 我们现在都把这个经费准备好 要支援他们 游戏跟现场时代 游戏跟现场时代 举办区运会有很好的成绩 是的 不管西式网球还是怎样 我们金牌拿了很多 大概前口排在七八名 大概七八名 那现在我们这个名字 你想我们能够排到第几名 第十名口吗 我希望能够达成这个任务 希望 我管你要加油 管你要加油 你要加油 还有 那罗东运动公园 不是有一流两块 准备建体育馆的主管跟副馆吗 那这样有没有盖 那个管目前来讲 因为它涉及到经费非常庞大 像我们这次 要多少钱 如果我推估没有错的话 两三亿跑不掉了 两三亿跑不掉的话 主管跟户管 那个一定要去争取这个中央的一个经费 那中央它目前来讲 针对于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 他们是现在正在积极列管 等到国民运动中心完成以后 到最后我们可能才会考量到我们 罗东运动公园的那个 我们预留的那个地其实很大 将来盖起来一定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那个经费还是要争取 中央的一个补助才有可能 好 你讲到国民运动中心 跟你讲一下 那一天你到别人去体型了 不在家 那我们体经科长在那边 我感觉很奇怪 我们议会通过给你们议算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 那不是要祭拜要拜拜嘛 结果不是我们县政府主办 是由厂商主办 那李医长代表都当主席官进去拜拜 议员没有 那像那个我们林路医长参加童晚节一样 都没有受邀请到现场都没有受邀请 这样好不好 议算都我们给你们通过 不过李医长代表都都上去主席要议员都没有 为什么这样 钱给你们啊 你们什么叫民间去主席这个节目 那以后不要给你们好了 我看 这个我们以后再多思虑再周延一点 议长有代表啦 议长有代表啦 可能不属只有你们啦 县政府很多单位可能都这样 我感觉到真的 很多议员都不想去参加 那人演续也没有几个 我问我那是怎么办 香不够 香啊香不够 香不够 不够买快站起来拜拜 那麽快站起来拜拜 那麽快站起来 那麽快站起来 那麽书 你去夫妻 你夫妻去跟他说 夫妻去唱 夫妻去唱 夫跟他偷讲一下 说还有一言怎样 香不够香 那就这样 其实这不是大问题啦 我想是你们心态 心理骗啊 你们怎样讲 难怪议员都不要参加 那也不去参加 议员不去参加好吗 我們重大的工程 一定要我们议会支持 这一定要议会支持 离场代表都去祖祭 都被要去祖祭 配花 议员都没有配花没有关系 也没有参加祖祭 这部分我们以后在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的话 我们一定会思虑更周延一点 黄定河议员也有去 我跟妳讲 七楼议员都生气回家 没有人很高兴回家 去的都想去回家 不然人家都回家 这议员都不尊重 对议会 对议员都不尊重 还有 流动运动公园 我刚跟你讲那个体育馆那个地方 我听说有一家区业 那个区业共和奖 区业共和奖 他准备6000万到8000万 就是要盖那个体育馆 没有吧 你没有 你知道有这回事吗 为什么 不可行是吧 那一块土地它 绝对不是6000万到8000万能够解决的一件事情 你刚才讲它两三亿 对 它一定是两三亿以上的 如果假如 两三亿是占主管跟副管 假如要连副管一起起来的话 4、5亿都跑不掉了 所以那个绝对不是那个所谓的6000万到8000万就能够解决 那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思考的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把那个点 做稍微转换一下 在网球场旁边 以前有一个叫做草林球 草地保龄球的那个位置 我们现在是那个 我们内部的整体的一个评估讨论的一个结果是 希望把它改在一个那个 草地保龄球那边 就是我们网球场 宏图保龄球场 再往靠公园海的那块 那那面是有多大 盖起来可以 做什么使用 数捏 数捏运动场做什么使用 那个 我们现在不是设定室内 运动场 我们现在反而是设定 有点像我们学校的风雨操场 它让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罗洞运动公园 几乎 民众去遇到下雨天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运动的空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 就是民众最需求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那边盖起来的话 将来我们罗洞证明 下雨天的时候 仍然可以使用我们罗洞运动公园 那我们那块体育馆的那块 那块地 它因为很完整 看等一下 到时候会让我们体育馆 很不好盖 连规划都会有问题 那到这边来就没有问题了 那目前来讲 我们其实内部讨论完以后 就会跟那个厂商 就是直接 那有没有进行 这部分有在进行 应该有在处理 多鼓励 好 因为我朋友跟我讲 六千万到八千块 好 多谢 好 罗洞证明都会有一点建议 啦 说说 那里面 没什么灰 我想说 许分 来蒸个盐灰啦 是什么 你说 那个厂商 来蒸个盐灰 看盐灰 台窗 盐灰窗 蒸到这漂亮 山顶台窗 蒸到这漂亮 我們剛剛冬天都沒花 落雨傘流流流流 像四季一樣 春天就再冬天又再漂亮 冬天都沒花 我跟你講 我到竹立公園 我起來以後 現場慢我一個禮拜 到日本竹立公園 它叫竹立藝術公園 大概也有十幾公頃 它裡面的花就是有杜鑑花 有韻花 韻花有八重韻 觀韻 垂韻 山韻很多 然後又有齒藤花 所以現在比較流行 齒藤花 還有白藤 還有黃藤 它時間不一樣 開花的時間不一樣 它有縮位 縮位 花比較多 花季 花季的時候縮位比較貴 沒有花季就是縮位比較便宜 所以說有人跟我建議 我曾經跟廠長講過 就是那些人不能建 種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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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其他 種的比較漂亮一點的話 你想想想看 這個意見非常好 我們是不是找我們 找規劃單位 找規劃單位統一的來評估一下 好不好 您的意見是真的非常好啦 好啦 你準備啦 不是說你要規劃 規劃很多研究 規劃如果要說 竹立日本這麼大廠 我們都看不到 要準備啦 要準備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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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冬天剛才沒花 落宇宙還落下 像打打球 像死了之後 這樣就好 好 就請一請用來就不錯 另外那個 我那天講 你有在這裡 你有聽到嗎 我們的特兵街 我那天講 真的 我那天講 真的 那個校長 那校長 都沒給你知道 沒給你說 吃粉就吃粉啦 吃粉啦 你知道嗎 很普遍啦 吃粉啦 你已經要了解 已經啦 我那天跟你講 一天兩天 一天兩天 補助我看出來 一天兩天 一天兩天 一天剛才在館長 他們長人 長人在對面 那坐到機場就放火燒了 人家說 孩子 你沒辦法在吃粉啦 坐到它放火燒 放火燒 你不知道哪三人 對吧 沒看到 我那天講 不好意思 跟你說 那是不是小孩子一定吃粉 對吧 結果 招會的時候 我聽校長跟主人 提供這件事 招會 其實要講 那跟那個 晚上 跟晚上的時候 他們家長就帶這個孩子 帶那兩個孩子 比如說去找那個 飛機叫收起的 當事人 當事人很好 當事人不追究 當事人不追究 但當事人不追究 縱火公共危險罪 是那個公訴罪 不是告訴內論 這孩子不罷了 你看看 這樣就慘 公訴罪的人去做廁所 還不然老闆的治療 縱火罪 學校都知道嘛 你看 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 吃粉 會消費 車 運動和消費 學校都可以去討論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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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平時你不多加宣導 不是說 那個宣導師 應該 平時你都要列管 要追蹤 要輔導 書長是不是這樣 我說的是說 你沒看到人 你就要去找出來 為什麼不讓他 事情不要發生 讓事情發生以後 你自己找出來 這樣也不好 好 你講一下 好 你講一下 這是什麼 好的 這部分是非常感謝 我們劉議員關心 我們學校的一個 有關於學生的一個 教導的部分 其實如同您所指導的部分 學校裡面 一天裡面發生兩件事情 然後都上媒體 那這部分我們隔天 我們就立即行文 要求學校 學務處應該針對孩子 這部分 應該要加強的一個 教導 那該列管的部分 應該要列管 那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有 確實的要求來做 好 因為 我說非常嚴重 還有 要注意就是說 煙跟毒品是連在一起 煙跟毒品 像104年 我看 我們資料 所調查出的資料 裡面還有 國小 國小 吃毒品 國中 國中 但是我們有輔導 要他改善 但這樣總是不好 因為 家庭因素 國小的同學 因為家庭可能 有家庭的問題 在外面遊蕩 在外面遊蕩 然後他就接觸到毒品 那現在呢 今年毒品結束多少少 今年到現在來講 就是按照我們現在所調查出來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到5月16號的一個截止日期 我們現在是六屆 六屆喔 那比較少 以前好像是熟習縣 高中 高中國的時期 好啦 我想我們這個 都是為了我們下一代好 我看到昨天的報索還有什麼 宜蘭我們這富二代 你看他吃毒品 稀署毒品 打架還有槍支案件 就被抓了 你富二代有什麼用 富二代有什麼用 父母親那麼辛苦 留一些錢給你也沒有用 好不好 那 那像 這毒品的資料 再給我一下好不好 104年跟105年 我們做比較 好 在現場 書生總書請給我 好 那最後還有一件 就是說 學校 學校教室啊 老悲哨的還有多少 你不知道 我就東光國中就有了 因為以前我在那邊 東光國中那一棟要拆了啦 要拆啊 還要拆 好 感謝 那我們現在繼續邀請 陳文山議員 以及林希敏議員 聯合 主席喔 處長喔 早上我有跟你請教兩個問題 那是不用講了 你要記住嘛 我再強調一次 現在還有兩個問題 現在還有兩個問題 要跟你探討一下 對 齁 你現在看看 現在前國前國都很重視毒品 對不對 現在你要想說 早上 還不是要聽說 聽說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們在那裡吸毒 我是跟你建議 你是不是能夠聯絡警察局 掃檔一次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給我掃檔一次 不是說 你這時候去檢查 你看 看 看 那個 晚上 要是早上 還是十點 我一兩點 過學校 這裡 警察人生 要去選一下 掃檔 不要給我們這個小孩 隨身說起來 你毒品現在 因為依然現在發生這麼多 最近發生這麼多事情 都是 毒品佔了百分之八十 毒品是每一個家庭都 沒有管理說 我們的兒子 我們的孫子 去碰到 所以我請你 你應該是 刷得 因為我是我的意見 你把全台去 看 真的要怎麼處理 因為真的 那天我沒有在接孫 我就跟你建議 你等一下馬上 回去就馬上聯絡這個問題 錯題就掃一掃 掃一掃 不要再這樣煩難 說實在 這樣下去沒有 這樣下去沒有 這是為了大家好 還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老師或是校長或是老師 有發現到 現在很多學校都暗藏 怕說他的校尉賣氣 怕說 我們孩子在吃毒品 或是我們孩子這裡有 他怕說 放在了 校長都怕知道 怕出事 怕出事 怕讓你們做什麼 他會暗藏 如果知道這個政行 民主道 或不報的話 你報警現場 要怎麼處理 如果知道這樣 校長知道這樣 不處理 就牽涉到 公共利益 牽涉到 刑事案件 如果校長不報 讓你們知道 還是說讓人家堅持 訴訟 我會說 這個校長換掉了 我是本社的意見 校長如果包括 他們的教務處長 或是說 信討主順 如果有這個政行 一般這樣處理 那是我的建議 至於說 發展的議題是怎樣 這要再說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處長 講起來 這個題目 你講這個題目 或是講很多遍 也很多年 發生 慢慢一定 一直在發生 少阻化 今天相信 也有人問你 說 大概一年生的多少 大概 老人多 年輕人 新水壞 孩子不敢生 現在這個牽涉到 學校 我們那一般 像八個九個十個 你也很清楚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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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的學校 後面 反省這兩年來 就發生了 在你們那一年來 就發生了 這個 第一點要處理 我相信還有一條 你說 孩子 現在去春八個 明年沒聽春七個 他現在 如果學校 高小是六年 六年沒聽春幾個 就春五六個 一班級都五六個 九十個不知道怎麼做 你的學校 包括校長 教書 這麼多 收費 這麼多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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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這要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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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要怎麼處理 因為這個事情是 事實上說起來 差不多 你看今年八個到十個 八個到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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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一半到三個 三千個 這問題 應該是你們去看 後邊 國學校 國學 要怎麼處理 這要你們在教育處 擬擬擬的一個方向 出來 提報 憲政會議 你們的內部會議也好 還是說跟館長 副館長 三長討論 還是國籍市 國籍市 國籍市 應該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這一定要處理 怎麼處理 你當時要拿一個 證書出來 我以後要怎麼走 不以後 憲政說 兩千的人 是家長 他絕對翻譯 他翻譯說 我這就好 你把錢去駕駛 駛駛駛駛 其實也沒問題 說起來 像我就是 七八分鐘 左右 如果我們的車 你接來說 讓你更久一點 十五分鐘 他絕對都會翻譯 但是 家長 他會反對 老輸的反對 鼓勵 鼓勵 邪氣的家長 或是民意代表 不可以 不可以給他千里 這都是一個問題 應該是你頂出來 我 近年以後 要怎麼處理 好像 每天沒有 一定的數目 要怎麼處理 你把這些錢集中起來 不要去浪費 不要去浪費 讓他 教學 國籍的方面 如果比較好的時候 你相信 他說銷售 來給他財 我們還算得好 生日母 他媽 你如果 這間 可不可以集中 還是 這間 自那間的經費 你不用更加 來一次這些孩子 我相信這些孩子 不管是 那個 那個 印體也好 軟體也好 或是說一般的 一般 我相信體驗什麼 頂頂 都會 包括股位 還是引力 都會提升 你從這間 到一月的時候 跟河邊的時候 我不是叫你河邊 我意思是說 像這種 會發生在後面 這幾年就發生了 因為這幾年一定會發生的 浩世間一定會發生的 所以說 我希望說 你這個 看 要擬定一個方向 我希望說 在你那裡是不來 因為你剛才來 這次剛才來 還說話 又要來 巴黎巴黎 現在看你今天的表現 這件事 進步非常多 已經恢復到以前的 差不多八成的功力 我是跟你建議 這樣有可能嗎 你幫我答一下 非常感謝您 提醒我們 對於少子化 有關於學校校社 相關的一個運用 這個部分我們 其實我們都已經有 預先在構想 特別感謝您 就是特別提醒我們 做更寬廣的一個思考 那其實 在壯圍鄉 我們一直在評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壯圍鄉目前只有一所私立幼兒園 再來就是有其他的 我們的公佑 那我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 非營利新幼兒園 在如何在 壯圍鄉 不同的地區 來思考 就是來建置我們的 非營利新幼兒園 優先照顧我們的 下一代 因為我們的幼兒園 能夠優先配置的話 內所學校 最起碼它會穩定 這件事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如同您所說的 不管是過嶺 或者是大福 或者是公館 那個學生數還是會下降 甚至於包含西蘭一樣 它仍然會下降 那 學生數下降以後 我們到底是維持一個 學生基本學歷不好的學校 還是我們去思考 讓它能夠轉化 我會建議就是講說 我們如何去轉化 如果要去整個整病 當然如同您所說的 社區民眾的抗爭會比較強 那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進行 我們現在教育部 它已經在針對著 我們小型學校 混民教學的一個政大 正在組一個 專案的一個研究小組 不斷地在輔導這些小型學校 它如何進行所謂的混民教學 就是維持學校一定的一個程度 但是讓它運作 那也不會去採檢學校 只不過那些校舍 我們能夠更充分地運用 甚至於將來會考量到 那個所謂的日拖的部分 就是長青照顧日拖的部分 將來也有可能會考量 一併考量進來 主長 總好 我再說一下 我現在不是說 撞維廂 但是撞維廂有這個問題 其他鄉舍也有這個問題 包括前後 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美國縣市都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要告訴你 就是 你將他定一個時間表 比較不會抗爭 你知道嗎 他就說我三年了 五年了 這個孩子你驚到幾年 大家有心理準備 家長他有心理準備 那民眾呢 他也會說 學生裡面的民眾 好像是家長 他會說 我幾年會怎樣 他有一個心理的一個準備 而且如果說 你把你的理想 規劃的這個理想目標 你公告我們這個基民主導 反正他不會簽啊 他今天不會簽啊 他說我覺得 他如果受教育會比較好啊 不知道 不知道發導工 來運作這個學校的存在 或者是說 你何必 我們都沒辦法講 我也沒有他講 但是我也沒有幫你反對 怎麼說 你把電子 或是說 公告 就幾年後的事情發生這個問題 他就說 過去 你看現在 企劃變遷喔 以前你看 風雕伊順 四季照鏡 這不是的 虎路這麼大 日頭這麼大 不一定啦 你先給他一個廣告 他有一個心理準備的話 我相信 基民他一定會接受嘛 你不看我平行的時候 他怎麼會接受 平行的活動啊 選舉的人要選票啊 對嗎 家庭方便啊 這都會考量到 今天數前的公佈 看幾年來 我感覺這樣來說 是比較好 這樣比較不會去 比較不會說 有人這個心理 這個負擔那麼重 以上謝謝 林西雲議員 主持人齁 主持人齁 各位國政各位議員齁 各位後面我們聯合人齁 大家好 主持人齁 那個人先 聯合人先走啦 好啊 那個 主持人齁 我感覺齁 教養非常重要 老師非常辛苦齁 時代不一樣齁 以前的時代 跟現在的時代不一樣 尤其現在時代齁 會老師更難做齁 其實老師非常重要齁 我的感覺齁 你一年齁 學生比也沒有幾年齁 像你剛才說四千幾年齁 國中存幾年齁 帶到國中多少個無託 帶國中多少個無託 國中生 畢業生 離那個國小差多少 差這個人 這個人都找到 都去做什麼 去年 國中生升高中 只有二十五位沒有去 沒有去就讀 那他們今年都要重考 好 請那個齁 我們哪一科試我不知道齁 那個 那個國中生齁 他的學業齁 請到有 總共幾個 因為我沒有讀書 不知道 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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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 有四個沒有畢業 沒有幾個 多不多 多不多 不多 幾個 三個 多不多 那個 我請問你齁 老師在教學齁 有沒有隨身在 老師在教學 隨身在吃便當也沒有 吃東西也沒有 還是在睡覺也沒有 你有沒有去看 有沒有睡覺 在睡覺 為什麼他在睡覺 為什麼他在睡覺 你知道嗎 老師沒有管 對不對 他聽不懂啊 這管你就知道聽不懂了 處長 你跟企業要來做聽不懂 我感覺齁 我的小孩沒有去讀書 很多啊 對嗎 老師放重機啊 你們不要亂就好了啊 不要 影響其他隨身 你們不要講話就好了 這三行很多 很多 問題 我是說你有沒有思考 做這些 做這些小孩就沒有去讀書 像 其實老師在上面說 好像 我直接這順 你聽不懂我 這講什麼話 你聽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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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聽不懂啊 沒有初期性嘛 他聽不懂嘛 你跟這些人都怎麼處理 你們有怎麼處理 有用什麼方法啊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主張你知道嗎 我們課長你知道嗎 學校有沒有做這種動作 對這些隨身不認真讀書 有沒有什麼辦法 有沒有 跟議員報告 那目前我們學校 針對這樣的孩子 其實我們有多元的一個學習 我們會開設記憶班 對記憶班的課程 讓就是 學術傾向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孩子 即使他可以去學其他的一個課程 我們現在有做嗎 有 大學校有做 我們各個國中都有 都有開記憶班 互信國中有 有 做什麼班 互信國中什麼班 目前的話他們跟宜蘭大學合作 他們有去做實作的一些 就是奠基課程的班 其實齁 我的感覺 對不對 真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要去輔助 所以你看起來 蘇利跟國立就好了 其實有這些蘇利的 特徽庭啊 一年二十幾萬 我們的教育 小分校 一個學生 中央的 中央定期台會 我每天 中央好像三十七萬幾 對 比 比三個 比較多錢 比特殊立 須立要給吃 還給大 對 我們都不用耶 所以請做 所以主長 我是覺得齁 你既然可以來這個地方 你要改革嘛 對 小分校都跟我們合併嘛 好 空出來 去辦什麼事業 那個 看病 病說齁 我們要外包給別人嘛 對 我告訴你 你有想要做嗎 跟你們說 你有想要做嗎 有想要做 朝這個目標 小學要變起來 不要再公聽會 不要給家長知道 對 我的感覺 你要去做這個 這農委主委 你風雨教授 沒有幾個學生 你風雨教授這樣去啊 對 當然是要這樣做 我是覺得這個主委 創好好學 不說簡單的啊 社會 什麼 尤其 做國中生 不讀書 國中比較 國中不打 像我十六七歲 全幾天 還要完幾歲 我們宜蘭一個 中華國中也有啊 都完幾歲 你如果想要 都叫出外國這樣打 跟外國的人這樣打 想要怎麼樣 對 我覺得老師非常重要 其實一個 老師好的老師 真的他壞隨身 你自己的父母 你每天都沒有 對 你如果照好 你的風神去啊 對他越重 他越... 那個啊 我的老師都 你不要亂就好了 你坐在那邊 不要... 不要講話就好了 現在時代不一樣 所以我在... 有個事 剛才隨身 和老師去救我們 我都騎在這裡 學校的這邊 我跟他說 我學校都騎學校的這邊 因為看情形啦 我希望說 第一點 誰叫 要... 要合併耶 你有辦法做嗎 你敢不敢啦 不然你來做這家 來做 你房長做過了 你現在還不敢 你來做一個公益 對嗎 非常感謝我們林議員的鼓勵 其實... 我是很努力的在做這件事情 那... 當然就是... 有部分我們必須按照... 沒有啦 你有想要做嗎 沒有啦 你有騙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要做啦 我是說... 我是覺得要做 這事實要做啦 好嗎 好 這非常重要啦 我現在是這樣 我現在想齁 現在說... 你剛才聽說 國小的畢業生 有四千幾個啦 四千幾個 各國中的都不開了 去買很多 還算很多啦 現在這社會 亂的 大部分 真的說這社會 完結小派的 都成了十六七歲 國中沒有退 家長官沒法的 事實來 家長官沒法的 前幾天我去拍手 好啦 好啦 我是說... 這是教養非常重要啦 這樣啦 我不要再說了啦 我們議長說 我說不先 那個啦 託阿蘇 幼兒班 我是想要希望說 齁 廚長 幼兒班 不能開放 那個校 就是... 那個校有錢的那裡 別都來... 外來的那裡 來討 好 幼兒班 拜四拜五 開放定期 拜四早上去定期 雄本啊 你不能抽籤 這樣是什麼意思啦 我這樣說你聽不懂 自己說得不懂就好 採權狗角 星期四...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四去登記的時候 馬上告訴他 你沒辦法抽籤啊 沒辦法抽籤啊 那你開放定期什麼意義 來 知道的人答一下 什麼意義啦 好 請打呼 哪一個科長 快點啊 好 議員好 因為... 事實上 現在目前我們看到的資料是 凱旋國小的部分 他已經是... 呃... 沒有餘餓 所以他也沒辦法 我告訴你沒有名額 為什麼公開 叫百姓去登記 都大附近那些人 你們都比較聰明 你們公務員 比較聰明 電器什麼 你叫我們那... 我們那... 大附近那些八仙 去電器怎麼有利 市長來 請做 市長這樣你先有利喔 不你不要叫我們去電器嘛 你念不作業就好了嘛 你家有名你知道嗎 市長這樣說對不對 非常感謝您這個... 我們去了解一下 這個凱旋國小幼兒園 那個... 招生的情形 不能說了解一下 我現在給你問 這樣可以嗎 那個... 以外可以啊 可信嗎 基本上來講 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 我們原先有六類的人 他可以優先 他要優先進去 優先我知道啦 優先完畢以後 那剩下的開放名額 應該是有資格的人都來... 都來登記 登記完以後 可以抽籤再來抽籤 請做 我現在就跟你說 你拜四拜五開放電器 拜四我早前八點我去電器 他說你三歲 三歲 幼幼班嘛 三歲你不可以抽籤 因為我都不願 可以這樣講嗎 他們需要沒有幼幼班 就三歲就可以抽了嘛 三十歲啊 我們是五歲優先入學 五歲先優先入學 五歲完了以後 才能夠收四歲三歲的部分 好 沒關係啊 我現在跟你說 你叫你這個學校完 你不要再去外面 國王報名才不可以 對嗎 你老人啊 大家都討過民意代表 沒有幾個客人 第一點我希望說真的... 好了啦 謝謝啦 二十分你都說了完了 有啊 一個十分還有一個八分啊 還有一個三分啊 你講二十一分去啊 好了啦 這樣就好了啦 拜託一下 不要這樣啦 有很快啦 拜託一下 這樣就好了 這樣 局長啊 那位處長啊 書底下 他在問這個事情 處理好幾歲啦 不要這樣 我們小朋友這樣 做這個事情 要跟你打轉啦 不要這樣啦 拜託一下 那... 既定 要跟你拜託一下 快點 去了 好 有話後就啦 拜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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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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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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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